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夫不请自来 可莫要责怪啊 太明老祖笑咪咪的模样 一团和气 摩合天深吸一口气 我摩合古族与太灵古族怕是没什么恩怨吧 为何要来插手此事啊 面对着摩合天直面的质问 太明老祖也是叹了一口气 脸庞上浮现出丑色 指了指一旁那倾国倾城般的美丽女孩 这可怪不得老夫啊 这小逆子心急着旧小晴郎 老夫不得不出面啊 摩合天双母微眯 目光一转 不知道这位小姑娘又是何人呢 晚辈落里 承蒙太灵古族内诸位长老看重 如今是太灵古族圣女 面对着摩合天这位圣品存在的淡淡问话 立于太明老祖身旁的女孩微微一笑 声音清澈如玉珠落银盘 清脆动人 而且其态势落落大方 不卑不亢 让得不少强者都是眼前一亮 太灵古族圣女 摩合天眉头皱了皱 太灵古族内并没有族长一职 但却有着圣女的称谓 所以若是成为了圣女 也就相当于成为了太灵古族的族长 权力极高 不过太灵古族的圣女 选拔极为的严苛 所以这些年来 圣女之位始终空学 眼前这个女孩竟然如此出众 能够得到圣女称谓 既然你是太灵古族圣女 那就应该以太灵古族大局为重 这种局势胡乱缠火 恐怕会给太灵古族带来不小的麻烦呀 摩合天沉声说道 言语之间有着一丝冰冷的威胁 不过面对着他的威胁之余 洛里只是一声浅笑 而后那琉璃般的眸子便是泛着思思思念 与浓浓情意望着远处塔顶上的年轻身影 声音轻柔 我成为这圣女便是为了她 若是不能帮她 我又何必做这圣女呢 此话一出顿时引得无数强者惋惜低谈 那看向牧尘的目光已是充满着莫名的怨怒 这个家伙不仅机缘超凡 而且身边还有着如此一个优秀的女孩 为了她即便是面对着摩合天都半步不让 此等艳福真是让人献煞呀 小洛梨 你也顾及一下老头子脆弱的心哪 在那一旁 太明老祖一脸的优越 洛梨文言也略微有些不好意思 大长老 您不是早知道的吗 太明老祖唉声叹气 然后还是很不爽的看了一眼 万古塔塔顶的牧尘 如果不是这个家伙的存在 洛梨就能够全心全意的 当太灵谷族的圣女了 这太灵谷族的圣女和牧尘什么关系呀 在那浮屠谷族处 浮屠璇也是惊讶出生 青岩静望着洛梨 双目中满是满意之色 她早在北苍大陆时就见过洛梨 对其显然是印象很深 这个女孩不仅天赋卓越 而且性子也是坚强 相当不错 这是我儿媳妇 于是青岩静冲着浮屠璇笑着 笑容中布满着得意 自家这儿子还真是厉害 眼光过人 不仅找了一个如此貌美如花的媳妇 而且还是太灵谷族圣女 浮屠璇也是治了一下 然后不得不感叹一声 这小子是有点厉害啊 竟然连太灵谷族的圣女都能拐骗到手 面对着那诸多声音 磨合天的面色也是阴沉下来 他盯着洛梨与太明老祖 看来你们今日真是执意来插手了 不过光凭你这一位圣品 怕是改变不了结果 眼前两人 唯有太明老祖踏入了圣品 而洛梨虽说在太灵谷族这些年 同样是突飞猛进 踏入了天之尊 但仅仅只是灵品 在这里根本毫无作用 不过 在听到磨合天此话时 太明老祖却是笑了笑 颇有些自豪 磨合族长这句话 可是太抵抗我太灵谷族的圣女了 洛梨闻言 也是美眸轻闸 玉手结意 古老的灵光自洛梨头顶升起 然后众多强者便是惊讶地见到 在那光芒中 一卷古图缓缓地升起 悬浮在了洛梨头顶之上 那卷古图斑驳古老 但却是散发着极为恐怖的灵力波动 灵力波动界 隐隐地仿佛有着一尊尊巨大的光影 若隐若现 一股无法形容的压迫力 笼罩开来 那种压迫 竟是不逊色于圣品 磨合天望着那卷古图 面色却是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甚至连青眼镜 福图悬他们的脸上都是有着金色涌现出来 这是太灵古族的镇族之宝 太灵古图 惊呼之声自他们嘴中传出 可想而知他们心中是如何的震动 这太灵古图 这太灵古图乃是太灵古族的镇族之宝 传闻太灵古族之中的圣品存在 每当作画之前 都会将毕生灵力封印进入这太灵古图内 从而造就了这卷古图的恐怖威能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光是这一卷古图的力量就能够抗衡胜品 只不过唯一的缺陷是 这太灵古族对于其主的选拔极为的严苛 这些年来 太灵古族内能够将其掌控的人不会超过三位 正因为如此 当磨合天等人见到洛梨竟然能够掌控这卷古图时 会表现得如此动容 而此时他们方才明白 为何太明老祖对洛梨如此的重视 能够操控太灵古图的他 即便自身只是灵品 但借助古图的力量 就算是圣品也奈何他不得 他顶之上 牧尘凝视着洛梨内纤细的倩影 在为他提升纤细的同时 也是略微的感到心疼 因为他很清楚 为了能够做到这一步 这些年来 洛梨在太灵古族中 必然也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此时察觉到牧尘的目光 洛梨也是微微偏过头来 冲着他俏皮的轻轻眨了眨毛子 那般模样仿佛是在说 现在的他可是开始追赶上了他的脚步 望着家人的笑容 牧尘也是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进而胸中忽悠无尽豪气勇气 冲荡云霄 他低头目光丰锐地直视向摩河天 下一刻 清朗的笑声带着浓浓战意 在这天地间传开 摩河天 想要抢万古不朽身 那就你自己出手吧 我牧尘今日也想要领教一下摩河古族族长的手段 笑声回荡天地 然而却是引得无数强者为之哗然动容 这个牧尘竟然是在向摩河天下战书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大猪仔 由头驼渊为您播讲 牧尘的笑声回荡天地 引起各方超级势力的强者暗暗咒舌 显然谁都没想到 牧尘竟然敢主动的挑衅摩河天 要知道 那可是曾经与眼底争锋过的巅峰强者 放眼整个大千世界 摩河天都是为名赫赫 这牧尘还真是除尘尿毒不怕虎 那摩河天可是圣品中期的强者 大千世界中能够超越他的人屈指科数 是啊 牧尘虽然拥有着圣品肉身 但也不会是摩河天的对手 说到底还是狂妄了呀 想要在美人面前逞威风罢了 这切切思语想起 不过显然没一个人看好牧尘 毕竟摩河天的威名实在是太凶悍了 嘿 你这小青狼还真是有点狂啊 那太明老祖也是目光奇特的扫了牧尘一眼 然后冲着洛梨死笑飞笑 面对着摩河天就算是他 也不敢说能够胜之 而牧尘还敢主动挑战 说好听点叫胆破足 不好听点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面对着太明老祖戏谑的话 洛梨则是微微一笑 不予评价 因为他对牧尘太了解了 摩河天固然是强 但牧尘绝对不会去做以卵击食的事 既然他会这么做 那自然是有着一定的底气 而在那高台上 摩河天听到牧尘此言 则是忍不住的怒急而笑 阴沉的声音带着无穷的压力 在这天地间传开 真是没想到 我摩河天竟然也是有被看敌的一天 你想他摩河天是何等身份 然而如今 却是被一个矛头小子当面挑战 这传出去 不知道要引得多少笑话 牧尘笑了笑 摩河组长不愿吗 今日的局面 已是极为的复杂 一旦真正开展 那必然是惊天动地 那种后果难以想象 而牧尘也并不打算将浮屠古族 与太陵古族拉入这种深渊中 所以想要破解局面 唯有他亲自出手 只有将摩河天的心气压制下去 今日这场剑拔弩张的局面 方才能够悄然化解 摩河天也是阴沉 他盯着牧尘 以他的诚服 自然是看出了牧尘心中所想 不过对此他也是深感赞同 四大古族真要交战的话 就算是他摩河古族 也将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所以 如果能够单独地将牧尘给解决掉 那倒是一个比较轻松的选择 于是摩河天的身躯缓缓地生气 立于他定的牧尘持平 他单手赋于身后 冤庭月之 也然是宗师气度 同时淡沫声音随之响起 既然你想要自取其辱 我没有理由不成全你 当其声音落下的瞬间 天地间顿时有着滚滚的雷鸣相扯 一股无法形容的灵力 围压席卷开来 引得天地震动 那今日 我就要向摩河古族讨教一下了 牧尘的眼中 有着炽热摘意浮现 接着其五指缓缓紧握 顿时周身毛孔金光散发 金光流转在其身体表面 令得此时他宛如黄金所住 同时间 有着不朽的气息生腾 牧尘所立之地 空间都是在发出不堪重负般的生意 肉身散发出来的力量感 同样是强悍无匹 天地间 无数视线灼灼地望着两人的对峙 一个是曾经与炎帝交锋的巅峰存在 一个是拥有着圣品肉身的年轻强者 这场交锋 堪称是巅峰对决 牧尘如鹰笋般的目光 遥遥地锁定着副手而立的磨合天 下一瞬间 他脚尖轻轻一点 身影直接是化为一抹豪光爆掠而出 而当牧尘身形略处的瞬间 前方的空气尽数地爆炸 那是因为其速度快到连空气都无法承受 当其所过处一片真空地带 仅仅只是一个呼吸 一抹豪光在磨合天身前炸裂 同时那道缠绕着不朽的黄金之躯便是五指成全 一拳就对着磨合天轰了出去 没有任何的花哨 仅仅只是普通的一拳 然而在圣品肉身之下 却是具备了毁天灭地一般的威能 这一拳之下 就算是一位仙品后期顶峰的强者 都会被轰杀成炸 圣品肉身 果然霸道呀 自前方席卷而来的恐怖力量 也是令得磨合天眼光一闪 玉带惊叹地评价了一声 然后其袖袍一抖 黑白两道光红 犹如两条巨龙互相缠绕 自磨合天袖中爆射 因引接仿佛是有着咆哮声响彻 直接是重重地与牧尘那 汇聚圣品肉身力量的一拳 硬喊在了一起 撞击的瞬间 犹如是有着惊天动地般的巨声响彻 黑白光红与金拳交融处 空间塌险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数万丈 无法形容的肉身力量爆发 那黑白两道光红的前端 仿佛是无法成熟一般 竟是崩碎开来 化为黑白光点飘散 不过那黑白光红刚刚碎裂 下一瞬间 便是再度凝食 而且更为的凝裂 然后以一种可怕的频率 疯狂地爆红而出 短短数息 黑白光红便是撞击在牧尘金拳上数百次 每一次的撞击 都会释放出恐怖的冲击 而到的后来 牧尘全光迅速地暗淡 被那黑白光红突破防御 重重地轰在了其胸膛之上 牧尘的身形如炮弹般倒飞了出去 落入下方的弯谷城中 将那城中无数房屋 移为平地 废墟之中 一道光影冲天而起 牧尘随手抖去身上的尘土 他整个胸膛都是在此时 塌陷了下去 看上去 伤势极为的恐怖 但他的神色 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 身躯上金光流转 再然后 众多强者便是 危感骇然的剑刀 金光涌动结 牧尘呢 塌陷的胸口 迅速地恢复 完好无损 这就是圣品柔身吗 果真是强害啊 在承受了一位 圣品中期的攻击后 却跟没什么事一样 无数强者也是暗暗咫舌 磨合天先前那一手 就算是落在一位 圣品初期巅峰强者身上 怕都是不好受 可牧尘以肉身硬扛 依旧是活蹦乱跳 由此可见 圣品肉身 那恐怖的生命力 远处半空 磨合天的眉头 也是微微皱了皱 显然也是感觉到 圣品肉身的麻烦 不愧是圣品中期的强者 牧尘摸了摸胸膛 也是一声感叹 先前那一道攻击 如果不是他拥有着 圣品肉身的话 恐怕直接就变成鸡粉了 看来 面对着这种级别的对手 唯有全力才行 想到此处 牧尘也是深深地 吐了一口气 双眸之中 有着灵光涌动 下一瞬间 体内浩瀚的灵力 也是宛如风暴 陡然爆发 本集 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 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951集 灵力光注冲天而起 其中所蕴含的灵力波动 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节节攀升 最后竟然是直接突破到了仙品 稳定在了仙品中期的层次 仙品中期 感应着牧尘体内爆发出来的灵力强度 脸庞都扭曲了起来 要知道牧尘在那万古塔中与他交手时 才刚刚突破到灵品后期 怎么这才半年时间就暴涨到了仙品中期的程度 其他强者也是惊叹不已 眼中有着浓浓的嫉妒之色 毕竟牧尘此次的机缘实在是太惹人眼红 不仅修成了圣品肉身 得到了万古不朽身 甚至连自身灵力都是随之暴涨 精进跨入了仙品的层次 浩瀚的灵力 犹如海洋一般搬涌在体内 灵力与肉身的结合 迸发出了更为恐怖的力量 感受着那种力量 牧尘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在万古塔中五年的闭关 得到的不仅是圣品肉身 还有着稳不经济的灵力修为 你也接我一手试试 体内仿佛涌动着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要将牧尘的身躯称宝 他泛着金光的眼瞳盯着摩合天 然后咧嘴一笑 他缓缓地抬起手掌 手掌之上不朽之光萦绕 古老的纹路自掌心蔓延开来 最后他摇摇对着摩合天 轻轻地一手拍一下 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时 剧烈地颤抖起来 摩合天猛地抬起头来 只见到那九天之上 云层所撕立 一只遮天蔽日的金色大手 带着阴影笼罩下来 那只大手尚未落下 整座万古城 都是在此时踏下了一层 这只大手乃是牧尘体内灵力 与圣品肉身的力量融合所化 那等威能堪称是毁天灭地 就算是摩合天这等强者 脸庞上都是浮现了一抹苏然之色 那金色大手轰然落下 拍向了摩合天 同时一道低语自牧尘心中响起 此为不朽赴天手 金色大手丝毫不停 直接是一种蛮横无比的姿态 重重而落 最后在无数的心惊肉跳的目光中 拍在了那黑白云盖之上 金色巨手从天而降 犹如是神灵之掌 充满着毁灭气息 仿佛任何阻挡在旗下之物 都将会化为尘埃 这一手乃是牧尘的圣品肉身 与自身仙品中气的灵力 完美融合所催动 论起威能 就算是普通的圣品 都只能退避 在那城市之外 各方强者都是面目凝重 那看向牧尘的目光中 充满着忌惮与畏惧之色 至于那磨合又更是面色铁青 同时眼中涌起浓浓的不甘与巨色 想到半年之前 牧尘请尽全力都只能与他拼得两白俱伤 然而如今两者间的距离 却已是犹如鸿沟 牧尘这一手足以将他毁灭千百次 混账东西 以为凭这些手段就能够打败我的兄长吗 真是痴人说梦 磨合又面目猙獰 眼神森然地盯着天空上 期待着磨合天大发神威 将牧尘狠狠地踩在脚下 以泄他心头之狠 高空上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磨合天望着那遮天蔽日而来的巨兽 一眼中浮现了一抹凝重之色 牧尘这般公事 已是能够让得他感觉到威胁了 这个小子 还真是小觑不得呀 磨合天声音低沉地自语 面对着牧尘请尽全力的一击 即便是他也不敢过于怠慢 当即深吸一口气 忽有黑白两色光芒 从其体内散发出来 黑白光芒凝结 最后竟是形成了严实的黑白光照 将磨合天的神区尽数地遮掩而进 磨合灵窍 低沉声音响彻 天空上 黑白光球静静悬浮 闪烁着神异之光 这所谓的磨合灵窍 乃是磨合古族之中 顶尖级别的御兽神通 防御力最为的可怕 就算是同等级强者的攻势 都能够阻拦 天空上 巨手覆盖而下 最后直接是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重重地拍在那黑白光球之上 拍击的瞬间 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寂静 高空上 数万丈的空间 尽数地崩碎 有如破碎的玻璃 空间碎片 从天而降 黑白光球则是在那肆虐的风暴中暴射而下 最后有如一颗陨石 重重地砸进了这座万古城中 整座城市都是在此时开始崩塌 毁灭冲击波蔓延 城市内所有的房屋都是被摧毁 短短时数息的时间 这座古老的城市便是化为了一片废墟 唯有在那城市中央 出现了一个看不见尽头的巨坑 无数的视线震动地望着那化为一片废墟的城市 他们知道 这还是两人交手各自压制的结果 否则的话 这十万里之内恐怕都是得被摧毁 高空上 牧尘那锐利的目光 犹如鹰笋一般盯着城市中的巨坑 周身的金光闪烁 映照的血肉都是化为黄金所住 真不愧是摩合古族的族者 棘手 牧尘自语 盯着那巨坑的眼神中充满着凝重 先前的公事虽然汇聚了其圣品肉身 以及全部灵力 但在牧尘的感知中 这道惊天公事 还是被摩合天尽数地揭了下来 深坑之中似是有着光芒升腾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一颗黑白色的光球缓缓地升起 那颗光球的表面布满着裂纹 以及重创的痕迹 看似摇摇欲坠 但却始终还未曾破碎 由此可见 其具备着何等恐怖的防御力 光球上面的裂纹蔓延 最后化为黑白光点渐渐地消散 而摩合天的身影 也是再度出现在了所有的视线注视之中 立于光球内部的摩合天 浑身并没有任何的损伤 甚至连衣衫都未曾破碎一角 不过 唯有那一对眼瞳中 有着阴影之色浮现 因为先前为了抵御牧尘的攻击 他已然是催动了最强的防御手段 而他是什么身位 堂堂摩合古族族长 打切世界中数得上号的巅峰存在 在半年之前 他看牧尘的目光都是俯视的 那个时候的牧尘 不管表现得再出色 在他眼中都是宛如蝼蚁 因为他只需要伸一个手 就能够将牧尘镇压得无法翻身 然而如今 这才半年时间过去 他眼中的蝼蚁 确实已经能够将他逼到 必须施展最强防御 才能够安然无恙的地步 这对于摩合天来说 实在是有些丢份 不过理智告诉摩合天 如果还以之前俯视的心态 来对付牧尘的话 恐怕他会吃大亏 摩合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中的震怒一点点地压制下去 原本的一些轻视 也是被他尽数地收敛 面色恢复冷漠 但牧尘却是能够察觉到 此时的摩合天 周身灵力运转完美 不露瑕疵 显然是摒弃了所有的情绪 开始进入真正的战斗状态 也就是说现在的摩合天 开始将他当作了真正的对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主宰 由头驼渊 为您播讲 难怪当年 能够与炎帝交锋 牧尘察觉到这些变化 一眼神一眼是威灵 这摩合天的威名 的确不是靠吹嘘出来的 如此短暂的时间 就能够认清现实 收敛情绪 正视对手 足以说明 其心性之坚韧 不容撼动 牧尘 你能以这个年龄 达到这一步 天赋之强 心性之劫 的确足以傲视大前世界 若是再给你一些时间的话 这大前世界巅峰席位 未免不会没有 你的一席之地 不过 那却并不会是现在 我摩合骨族 守护弯骨不朽身 数万载 绝不允许被旁人染指 摩合天眼目中 转动着黑白耳色 漠然的声音 挥荡天地 而随着其声音的响起 浩瀚的灵力 自天地间汇聚而来 直接是在其身后 形成了无边无际的 灵力海洋 声势滔天 海洋翻滚 天地为之颤抖 摩合天一声长响 灵力海洋倒卷而回 被他一口吞入体内 而后所有人便是见到 摩合天的身躯 渐渐地化为 无净无垢般的水晶色彩 只不过色彩分黑白两种 玄其无比 一股恐怖的威能 自那黑白神区中散发出来 引得空间颤抖 这是圣品灵体 牧尘望着这一幕 眼神也是变得凝重 圣品灵体 从某种程度而言 也算是一种极为强大的肉身 只不过比起不朽肉身 有所不及 因为这并非是纯粹的肉身 而是以灵力融入肉身 暂时地将肉身蜕变 但虽说圣品灵体 不及不朽肉身 但加上摩合天那 圣品中期的灵力修为 两者叠加 威力将恐怖的无法形容 黑白身躯暴冲而起 空间被撕立 一个闪烁便是出现在了 牧尘的前方 黑白拳头便是轰爆了空间 直接对着牧尘闪电般的轰去 牧尘目光一闪 双臂交叉在身前 金光缭绕 低沉的声音响彻而起 数万丈庞大的力量 波纹冲击开来 牧尘身躯也是猛的一阵 竟是被一拳轰得倒飞出了万丈 而牧尘的身形尚还未稳住 摩合天的模糊身影便是再度出现 可怕的攻势 犹如暴雨般的倾斜下来 高空之上 短短十数戏 牧尘与摩合天便是交手了数百回合 而牧尘几乎是尽数被压制 毕竟此时的摩合天 也是将圣品中期的威能 尽数的催动 牧尘自身的灵力修为还是太弱了 虽说有着生贫肉身加持 但总体并没有磨合天抢啊 浮屠玄望着高空上的战斗 吹声说道 在其身后 那玄光与莫同两位卖手闻言 却是忍不住的苦笑一声 心里说你这还不满足呢 牧尘在那半年之前 根本连圣品强者一个照面都顶不住 然而现在 已经能够将摩合天这种圣品中期的巅峰强者 逼到倾尽全力的地步 还想怎么样啊 清炎镜则是微微一笑 单对单的话 尘儿的确会被摩合天压制 但你可莫要忘了尘儿的拿手神通了 浮屠玄一睁 接着眼神便是一宁 因为他见到 此时那高空上 牧尘忽然停下了身形 黑白两道光芒 从他体内射出 最后化为两道相同的身影 一气化三清 三个牧尘立于高空 除了本尊外 那黑白牧尘都是身体弥漫着金光 赫然都是拥有着圣品肉身 这就是一气化三清的强大之处 只要本尊拥有的 那么化身也将会完美拥有 尖锐的破风声自前方传来 磨合天闪现而出 黑白拳头之上弥漫着黑白光芒 犹如漩涡一般 诡异莫测 不过这一次 面对着磨合天的攻势 牧尘再未退去 反而是一声长啸 三道身影陡然扑出 拳掌之间金光弥漫 同时与那磨合天轰在一起 冲击波死虐 天空都被震碎 不过这一次 让得所有人都震动的是 牧尘再未曾退后过半步 磨合天的面色危险阴沉 攻势却丝毫不停 化为无数的残影 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 三个牧尘正面迎来 圣品肉身的力量 发挥到淋漓尽致 整个天地 都是因为这场交战 而天翻地覆 数分钟后 磨合天的身形倒是尔腿 他的面色格外的阴沉 因为当牧尘在施展出 仪器化三亲后 亦是能够正面与他相搏 而不落下风 面对着此时的牧尘 就算他将圣品灵体 催动到极致 都无法占据优势 磨合天脸庞引线清光 然后深吸一口气 双手陡然结印 顿时有着浩瀚的灵力爆发 与此同时 一尊黑白巨影 带着恐怖的威亚 缓缓地出现在其身后 天地劫 无数视线带着震动 望着那尊黑白巨影 紧接着尸声响起 那是 九十九等至尊法身榜 排名第八的 磨合五两身 磨合天竟然被逼到这一步了 黑白巨影 傲立于天地间 恐怖的威能 仿佛实质一般的肆虐开来 令得在场无数强者 为之失色 面容震动 因为那一道黑白巨影 赫然是在大千世界 九十九等至尊法身榜上 排名第八的 磨合五两身 这是磨合古族 最强的至尊法身 同时其威名 也响彻整个大千世界 正因为这磨合无量身的 威能之强 所以当众多强者 见到磨合天将其凝炼而出时 方才会动容 这说明着 面对着牧尘的步步紧逼 这位磨合古族的族长 也开始动了真怒 黑白巨影吞吐之间 灵力形成风暴 搅动着天地 犹如神灵 磨合天立于黑白巨影肩膀上 眼神阴沉地摇摇锁定着 牧尘三道人影 然后 单手结印 那黑白巨影顿时张开巨嘴 冲着牧尘三人咆哮出声 浩瀚狂暴的灵力 化为实质的音波 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 席卷而出 最后携带着毁灭之力 重重地冲击在了 躲避不及的 牧尘三道人影身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九百五十二集 面对着如此狂暴的一击 牧尘本尊 以及两道化身 都是身躯梦的一阵 那种音波 并非只有表面的杀伤力 甚至能够通过人耳 传入体内 撕裂血肉 经脉 不过好在 圣品肉身防御力强横 而且因为不朽本源的缘故 牧尘的血肉坚韧 而且充满着生命力 所以当血肉被撕裂时 也是在被迅速的修复 但如此一来 他以及两道化身 也是被那恐怖的声波 震退出数万丈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 磨合无量身吧 牧尘眼神凝重 这初一交手 他就领教到了 磨合无量身的厉害 先前他借助着两道化身 与磨合天拼的不分上下 然而如今磨合无量身一出 那攻击力之强 就将两道化身都比了下去 磨合天得势不饶人 磨合无量身长小出生 俱全灰处 多是化为一道 万丈黑白全光 宛如一道黑白流星 从天而降 狠狠地轰向了牧尘三人 牧尘三人分散而退 转身就出现了数百里之外 不过山形刚险 头顶上空黑白光芒闪烁 然后就见到黑白全光 宛如暴雨般的倾泻下来 全光落下 整个大地都是在颤抖 石树西吼 烟尘弥漫 这片大地上的山脉被一微平底 一道道万丈巨坑泄露出来 在那一处深坑中 牧尘的身影缓缓地升起 此时他衣衫也是破碎了不少 身体上一处处地塌陷 显然是被不少全光正面轰肿 黑白化身出现的身旁 同样身躯塌陷 同时有着黑白光芒闪烁 在阻碍着圣品肉身的自愈 想要凭借肉身 就来抗衡召唤出 至尊法相的我吗 远处的天空 磨合天语气低沉 略带一丝讥讽 先前未曾动用至尊法相时 他的攻击一时间恐怕还真奈何不得牧尘 但如今有了至尊法相的增幅 他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这个地步 就算是牧尘的圣品肉身 也有些吃不消 毕竟圣品肉身虽然强横 但也不是说能够免疫一位 圣品中期的巅峰强者的权力攻击 这个牧尘自是拥有着圣品肉身 竟敢硬扛他这磨合无量身的攻击 简直就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只是试试传闻中的磨合无量身的厉害罢了 面对着磨合天的讥讽 牧尘则是不在意的一笑 万古不朽身不是任你为主了吗 为何不将其照处 难道你也无法掌控他不成 磨合天审视的牧尘 不怀好意地说道 若是牧尘无法掌控万古不朽身 那么他就有了更多的借口 让前者将万古不朽身留下 你试试就知道了 自然要试 磨合天冷笑一声 眼神陡然变得凌厉 双手合拢 而那磨合无量身 巨手也是陡然合拢 然后缓缓地拉开 黑白光芒 犹如电光一样在掌心间沉扰 一柄千丈左右的黑白巨毛 缓缓地在那磨合无量身掌心间凝聚而出 磨合天毛 磨合天 眼神冰冷 一声饱和 黑白巨毛冲天而起 刷的一声便是消失不见 而带得其再度出现时 意识在牧尘的上空 黑白巨毛带着无以伦比的破坏力 从天而降 尖锐的破空声 响彻万里之内 面对着磨合天这一道攻势 就连青眼镜 浮屠玄都是忍不住的有些变色 此等攻势 就算是他们都必须全力相迎 磨合天动了啥意了 太明老族也是面色凝重 对着一旁注视着战局的洛梨说道 若你那小青狼 真无法掌控万古不朽身的话 就算他拥有着圣品肉身 一旦被击中 也必死无疑 洛梨清澈如琉璃般的毛子 凝视着那道熟悉的修长身影 后者虽然同样是一脸凝重 但却并没有想象中的惊慌失色 当即他微微紧绷的心也是放松了一些 看眼下的模样 牧尘应当是自由手段 黑白巨毛在那无数道凝重的目光中呼啸而下 树袭之后就移至牧尘的上方 而就在双方即将接触的时候 牧尘的双目竟是在此时微微碧楼 与此同时 一道古老的金光自他体内散发出来 金光之中一道数章左右的身影出现 然后暴射而出 挥出拳头 与那从天而降的黑白巨毛正面 硬寒在了一起 嘹亮的金铁声响彻天地 所有人都是望着那碰撞之爹 而后一眼瞳咒缩 只见在那黑白巨毛之下 仿佛是有着一个蚂蚁般的琉璃身影 然而 在这种巨大的体型差距下 那道蚂蚁般的身影却是纹丝不动 保持着单全挥出的姿态 而反观那黑白巨毛 则是有着裂纹 自毛尖 飞快地蔓延出来 门声响彻 黑白巨毛随之炸裂 化为漫天的黑白光点 而在那光点沐浴之下 一道数章左右的光影 栩栩的落下 悬浮在牧尘的身后 周身拥有着古老的神秘光芒 令得它散发着不朽的气息 整个天地都是一片寂静 所有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道神秘身影 一眼中充满着无边的炽热与惊险 在先前的灵力光景中 他们虽然已经见到过这道身影 可唯有真正出现在眼前时 他们方才能够感觉到那种震撼 因为那可是传说之中的万古不朽身呢 大千世界中最强大的至尊法身之一 这传说中的原始法身 终于在今日再度露出其真容 无数强者暗暗低谈 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情绪 面对着万古不朽身这种等级的至尊法身 他们自然也是有着占有垂弦之意 所以若是牧尘无法将其掌控的话 对于他们而言 未免也是有着一点心理安慰 至少说明他们有可能会有着一点机会 不过可惜的是 眼前出现在牧尘身后的古老身影 打破了他们所有内心深处的希望与垂弦 当然 他们感到的是一些失望 而磨合天磨合忧等众多磨合古族的长老 则是面色极为的阴沉 特别是前者 双掌都是忍不住的紧握起来 空气在其掌心中被捏薄 牧尘威逼的双目睁开 望着远处面色阴沉的磨合天 似笑非笑 这试出来的结果 磨合组长可满意了 磨合天眼中涌动着怒意 眼前的一幕已是明确的表明 这万古不朽身已经任牧尘为主 这令得他感到极为的恼怒 有着一种被万古不朽身背叛般的感觉 他始终都认为 他们磨合古族保管万古不朽身数万载 功劳极大 这万古不朽身的新主理应是他们磨合古族之人 你也莫要太得意了 今日这万古不朽身 你还不见得就能够从我磨合古族带走 磨合天愚气森冷 牧尘文言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寒意 这磨合天屡屡的咄咄逼人 执意要夺走万古不朽身 也是让得他开始感到不耐 既然如此 牧尘眼皮微垂 一股惊人的杀意从其体内散发而出 而其身后 那一道笼罩在神秘光芒中的琉璃身影 似也是抬起头 将目光投向了远处的磨合天 那这万古不朽身数万载后 重现世间的第一道神通 就让给磨合族长来体验吧 当牧尘的声音落下时 其身后的神秘身影缓缓的升起 它的双手清旋 掌心间有着浓郁的不朽之光凝聚 那种光芒仿佛是能够 免疫岁月时间的寝食 万古永存 不朽之光汇聚 渐渐的仿佛是化为了一道琉璃光球 光球之上神秘而孤老的纹路流淌 万古不朽身手掌一台 那一颗琉璃光球冲天而起 遥遥的对着磨合天掠去 与此同时 其嘴唇似是微动 有着一道古老的声音 回荡天地 万古 真印球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主宰 游头驼渊 为您播讲 琉璃光球 从天而起 最后自天际划过 直接是对着磨合天 以及其脚下的磨合舞两身 呼吓而去 那道光球 看似声势不强 可当其落下时 就连磨合天 都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含义 一股浓浓的忌惮与不安 自心中涌起 你竟然修炼出了万古真印球 磨合天面色铁青 他们磨合古族 保管万古不朽身 数万载 自然对其所拥有的神通 也是极为了解 而这万古真印球便是其一 万古不朽身 能够以不朽本源之力 凝聚成真印球 而一旦被困入 其中便是会陷入 万古时间长河之中 就算是圣品强者 都难以脱身 只能任由时间冲刷 最终化为岁月尘埃 像当年 不朽大帝借助这一道神通 不知道多少天魔地 陨落在其手中 所以 若是论起威能的话 这万古真印球 可不比那三十六道 绝世神通弱 只是这万古真印球的凝结 需要大量的不朽本源 但这牧尘才刚刚得到万古不朽身 哪来如此磅礴的不朽本源呢 磨合天心中念头极转 但面色却是变得极其的凝重 不敢有丝毫怠慢 他脚掌一躲 脚下的磨合无量身 便是化为一道黑白光芒 闪电般的倒退 眨眼界便是出现在了数万里之外 看这模样 他显然是打算暂避锋芒 不过 他的身形刚出现在数万里外 头顶上空便是传来异响 只见了琉璃光呼啸而来 如影随形 磨合天面色难看 心念一动 磨合无量身便是再度拖着他 出现在万里外 然而这种逃避依旧毫无作用 不论他速度如何快 那琉璃光都是宛如锁定了他的灵魂 紧随而至 于是 十数息后 磨合天的身影再度出现在了万古城上空 灭色阴沉无比 怎么 不跑了呀 牧尘望着磨合天似笑非笑 真当我怕了你这万古不朽身的神通不超 磨合天心中也是涌起了一些恼怒 他好歹也是磨合古族的族长 今日却是在一个小背手中屡屡吃瘪 实在是让人感到屈辱 当即他深吸一口气 双手抖然结印 化为无数道残影 与此同时 其脚下的磨合无量身 天灵盖中忽有黑白二气喷波 然后迅速的凝结 最后隐隐的似乎是化为了一道巨大无比的黑白巨散 悬浮在其上空 磨合天罗伞 随着磨合天的爆赫响彻 之间的黑白巨散缓缓地旋转 散发着无穷悬傲 仿佛即便天地崩裂 在这伞下都能够保持安稳 琉璃光从天而降 然后便是照耀在那黑白巨散之上 顿时琉璃光与黑白光互相碰撞 开始疯狂地侵蚀 在这两股力量的冲击下 那一片片的空间不断地塌陷 不过 那黑白灵力虽说玄傲 但比起不朽本源依旧是还要差一些 所以在这种对峙下 黑白之光渐渐地被侵蚀 牧尘见状双手印法一变 低沉之声响起 万古针印球 万古之风 琉璃之光无边无尽地垂落下来 只见的那一颗琉璃光球开始蔓延 最后竟是将那黑白巨散 以及旗下的磨合天 磨合无量身 尽数地笼罩在了其中 在那万古针印球内部 磨合天的面色彻底地铁青起来 万古针印球之内 开始有着水流之声响起 仿佛是有着一条条岁月长河出现 不断地冲刷下来 而每一次的冲刷 都将会令得黑白聚散 变得斑驳 犹如无法承受时间岁月的启示 万古不朽身 不仅拥有着不朽 而不朽的反面 则是腐朽 所以万古不朽身的力量 能够借助时间 岁月 将一切的阻碍 以时间岁月冲刷 化为腐朽尘埃 在那上古年代 不知道多少天魔地 被困入一颗颗万古针印球内 最终化为了岁月尘埃 磨合天立于磨合五亮身上 它面色铁青地 望着逐渐斑驳的黑白聚散 脚掌一躲 脚下的磨合五亮身 长小出声 一道黑白匹链 暴射而出 宛如黑白天剑 狠狠地斩向着万古针印球 然而 黑白天剑 刚刚碰触到万古针印球 便是迅速地斑驳 最后腐朽虚化 其参与的力量 仅仅只是让得万古针印球 荡漾起了丝丝涟漪 磨合天 牙关紧咬 感觉到了这万古针印球的难缠 难道 在那上古年代斩杀诸多天魔地 其内由不朽之力演变出岁月 时间长河不断冲刷 消耗 简直就是一等一的困杀之术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九百五十三集 磨合天眼神阴沉 不再做无谓的攻击 脚下的磨合无量身 爆发出浩瀚的黑白光芒 灌注进入黑白聚散 而有了如此磅礴灵力之源 那黑白光散 再度迸发出光泽 护住了磨合天 以及磨合无量身 牧尘 你这万古真隐求的确厉害 不过你真以为 你是不朽大地不成 想要用此困杀我 或许太高估你自己了 他所说也不假 虽然想要脱捆颇为的困难 但这万古真隐求 同样无法将其抹杀 牧尘眼皮微垂 只是一声淡笑 并不回应 他如何不知道 就算是借助着 这一颗万古真隐求 他也无法真正困杀磨合天 但眼下 只要能够将其困住 他就达到了目的 在那天地间 各方强者望着这一幕 都是面色骇然 看向牧尘的目光中 充满着敬畏 在那半年之前 牧尘与磨合天之间 几乎是天与地般的差距 然而这才仅仅半年 他却已经能够与磨合天不分上下 并且借助万古不朽身 将其困住 此等能耐 就算是放在大千世界中 都能够排得上号了 而那磨合古族的诸多长老 则是蔑色阴沉 特别是那磨合幽 牙都要咬碎了 显然是有些无法相信 连磨合天出手 都奈何不了牧尘的结果 大胆小子 还不将族长放开 而此时 那磨合古族中 两位手持黑白拐杖的 圣品老者也是怒吓出声 灵力的眼神 远远地投向牧尘 圣品之力渐渐涌动 两位还是稍安勿躁啊 这场战斗 乃是磨合天与牧尘之间的 你们又何必插手呢 太命老祖袖袍挥动 无穷无尽的灵力汇聚而来 阻拦在了这两位 圣品老者前方 今日之事 本就是你们磨合古族 使了程系 何必纠缠不放呢 太命老祖目光转向 那被困在万古针引球之中的 磨合天 磨合族长 要不老夫做个合适老 大家各退一步 我让牧尘罢手 你们磨合古族 也不要再执着于 这万古不朽身了 如何呀 这磨合古族 毕竟底蕴雄厚 实力强横 如果真要闹大了 那所爆发的战争 必然是无法想象 磨合天眼神冰冷 他扫了太明老祖意 你还真是站着说话 不要他 你们太灵古族 先祖抢了一丝仙计 得到了原始法神之一的 太灵圣体 这才有了今日的太灵古族 而我磨合古族 却是一步步打拼到 如今的地步 若是栽有了这万古不朽身 我磨合古族 岂止如今地步 当年我磨合古族先祖 被不朽大帝 抢了万古不朽身 而这数万载后 我磨合古族 怎还会放弃这个机会 今日 这万古不朽身 谁也不能从我磨合古族 手中夺走 话到最后 磨合天眼神已是显出几分争鸣 低贺 咆哮 话音落下 他也不再理会那太明老祖 而是将带着血红双铜 投向了牧尘 牧尘小子 你真以为我磨合古族 没什么底蕴吗 在我磨合古族的地盘上放肆 你还真没这个资格 磨合天冷笑一声 眼中掠过一抹 狠辣果绝之色 猛的一口喷出一团精血 精血伴随着其印法的变化 最后竟是化为了一道血红的符纹 血红符纹冲天而起 直接消失在了这片大陆的最深处 而就在血红符纹消失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感觉到 这片大地猛的遗产 只见得那大陆深处 磨合古族祖地所在 竟是有着一道通天般的黑白光柱 冲天而起 光柱连接天地 而在这万古城上空空间碎裂 那黑白光柱竟是从空间中降落下来 在那黑白光柱中 所有人都是见到 一尊呈现黑白两色的玉瓶 缓缓地出现 在这黑白玉瓶出现时 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开始呈现黑白亮色 犹如阴阳交汇 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势 自那黑白玉瓶中散发出来 清炎景 浮屠老祖 太明老祖等人 见到这黑白玉瓶 面色皆是猛的巨变 紧接着有着诗声响起 磨合阴阳瓶 磨合天 你是疯了不成 竟连着户族圣物都呛出来了 类似这等古族 都是拥有着户族圣物 如同浮屠古族那座祖塔 能够庇护种族 瓷宝极为重要 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存亡般的时刻 一般都不会轻易的动用 当年 磨合天与炎帝大战 最终失败 那个时候 他也同样被逼的 动用了户族圣物 这才逼退了炎帝 而那件圣物 正是如今出现的这棕 黑白玉瓶 谁都没想到 今日面对着牧尘时 这磨合天 竟然又是将其请出 显然 为了将万古不朽身夺回来 这磨合天 已是打算彻底不择手段了 而如此一来 牧尘倒是危险了 黑白之气 充盈大地 仿佛一阳交汇 诞生着无穷玄傲 整个世界都化为黑白色彩 而各方巅峰强者的目光 都是在此时带着金口 望着天空上那悬浮在黑白之气中的黑白玉瓶 那层中散发出来的威能 即便是天之尊 都是在为之颤抖 清严谨 浮屠老祖 玄冥老祖等人的面庞 都是在此时变得颇为的难看 他们望着天空上那黑白玉瓶的目光中 充满着浓浓的忌惮 这磨合一阳瓶 乃是磨合古族的镇足圣物 威能无穷 就算是一般的圣品天之尊都无法与其抗衡 其威力可想而知 这种圣物每一次的动用都将会消耗其本体的力量 所以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谁都不会将其轻易动用 正因为如此 当他们再见到磨合天竟然不惜一切 将此物请出来后 方才会如此的变色 太明老祖声音低沉 这磨合天 真是疯了 在其身旁 洛梨精致玉瓶也是微变 玉手紧握 头顶之上那一卷古图 有着灵光开始绽放 洛梨 别乱来 太灵古族的威能虽然不逊色那磨合阴阳瓶 但你自身实力不足以完全爆发他的力量 强行而为 反而会伤及自身 察觉到洛梨的举动 太明老祖急忙说道 洛梨银牙轻咬 毛子中闪烁着韩光雨不干 这磨合天咄咄逼人 简直是欺人太甚 放心吧 若是牧尘出事 我们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太明老祖安抚道 他可是怕这个小姑奶奶 一气之下耗损精血 催动太灵古图 这样一来 必然会对他造成后遗症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猪仔 由头脱渊 为您播讲 洛梨玉手紧握着 扮上后方才松开 心中渐渐回复冷静 他明白 此时他强行出手 怕也是于事无补 但如果那磨合天 真的要咄咄逼人 那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都将会站在牧尘的身旁 牧尘立于半空之中 他望着那黑白玉瓶 眼瞳也是微微一缩 从那上面散发出来的威能 连他都是感觉到了一丝心悸 不愧是古族 底蕴不凡呢 牧尘声音低沉 按照他的估计 这尊黑白玉瓶的威能 恐怕放眼整个大千世界 都能够排进前十 磨合天眼神冷如悬兵 他盯着牧尘一声冷横 接着单手结意 顿时高空之上 那磨合阴阳瓶便是栩栩的倾倒 瓶口之中忽有黑白光倾泻而出 那黑白光柳 乃是极端精纯的灵力所化 一阴一阳 炽热又冰寒 两者交汇 演变着诸多玄傲 当其落下时 凡是被其沾染的天地灵力 都被通化为了黑白色彩 因此 当其落下来时 亦是化为奔腾的黑白海洋 最后落在了那巨大的 万古真影球之上 黑白光柳 与琉璃之光碰撞 顿时爆发出刺耳的声音 两股恐怖的力量 在疯狂的侵蚀 不过这一次 随着黑白光柳 源源不断的流淌下来 所有人都是见到 那万古真影球之上的琉璃光 开始变得稀薄 那是因为万古真影球的力量 在被溶解 溶解持续了片刻 磨合天猛的一声爆合 只见了磨合无量身 化为一道黑白光柱 冲天而起 撞击在了万古真影球之上 这一次 黑白光柱蛮横地冲破了阻碍 而那万古真影球之上 则是有着裂纹浮现 最后爆炸开来 化为漫天光点 天地界 众多强者望着这一幕 都是爱爱心惊 借助了磨合阴阳瓶的力量 此时的磨合天 恐怕就算是面对着 胜撇后期的巅峰强者 都是拥有着正面相战的能力 面对着祭出这种底牌的磨合天 恐怕就算牧尘拥有着万古不朽身 都是要落入下风了 毕竟不管如何 此时牧尘的灵力修为 才只是先品中期而已 磨合天 立于磨合无量身肩膀上 眼神冷冽地盯着 远处面色微沉的牧尘 伸出手掌 磨合阴阳瓶徐徐地落下 悬浮在他的掌膝上 你还不打算将万古不朽身交出来吗 磨合阻长可真是看得起我呀 哼 虽然用这样的阵仗来对付你 有些胜之不武 不过为了万古不朽身 我磨合古族也不在乎这些了 他看向牧尘 欲其放缓了一点 你若是能够将万古不朽身交出 百年后 我磨合古族自会将其还给你 万古不朽身已经认主 是不可能再交给你们的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只能强夺了 牧尘双目微眯 然后深深地看了磨合天一眼 磨合族长 虽然你磨合古族底蕴极深 但也莫要以为今日就真吃定了我 磨合天冷笑一声 只当牧尘还在坐那负于顽铐 那我今日倒是要试试 你还能有什么手段了 磨合天手掌一抬 只见的那磨合阴阳瓶便是须须的飞起 瓶口清洗 隐隐有着恐怖的波动散发出来 磨合天 你莫要太过分了 这半时候 清炎镜终于是忍耐不住 你当着我的面 对我而咄咄相逼 真当我是不存在吗 他非常清楚那磨合阴阳瓶的力量 有了磁宝 这磨合天就算是面对着眼底 无阻那等巅峰人物 怕都是能够有着抗衡之力 母亲莫急 既然这磨合天要咎由自取 那就由得他吧 不过 在清炎镜声音落下的时候 牧尘却是忽然出言安抚 此言一出 倒是引得众多强者眼神惊疑 难道面对着手持磨合一阳瓶的磨合天 牧尘还有着抗衡之力不成吗 可这如何可能 这个状态下的磨合天 绝对足以抗衡圣品后期的巅峰强者 而牧尘虽说有着圣品肉身与万古不朽身 但却依旧无法达到圣品后期的程度 清炎镜也是一肚子的疑惑 不过出于对牧尘的信任 在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退后了一步 收敛了周身翻涌的恐怖波动 这小子难道还有手段吗 怎么可能呢 那太明老祖也是疑惑的低声道 眼下的模样 显然牧尘已经无法再翻身了 大眼不惭的小子 磨合天也是怒急而笑 再不犹豫 双手结翼 那磨合阴阳瓶便是清泻 瓶口闪烁着黑白光芒 再然后便是有着黑白红流滚滚而出 铺天盖地的对着牧尘降落而去 在这种黑白红流下 就算是生贫肉身都将会化为虚无 天地间所有的目光都是挥聚而来 不过唯有牧尘身色平静 他抬起头来望着那呼啸而至的黑白红流 待得起进入百丈范围时 方才轻叹一声 转过身来摇摇对着那座古老的万古塔 弯山一里 清朗之声响彻 这磨合天明完不灵 还请前辈出手吧 而就在牧尘声音落下那一刻 只见的那座石塔忽然震动起来 塔尖之上仿佛是有着亿万道光芒卷起 直接是将那滚滚而来的黑白红流尽数的卷入塔内 同时石塔忽然冲天而起 一个闪烁便是出现在了磨合阴阳瓶之上 阴影笼罩下来最后在轰然巨声中将其收入塔内再度的冲天而降 重重的落回了大地之上 万古塔内 仿佛是掀起了无法形容的冲击 但这种冲击对峙 仅仅持续了片刻便是恢复平静 而天空上黑白之气消散 那一尊磨合阴阳瓶也是凭空消失 这一幕来得太过的迅猛 石塔只是一起一落 然而当其落下是整个天地 都已恢复了平静 各方的强者方才在此时回过身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大猪仔》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偷妥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九百五十四集 他望着那空空如也的天空 那此起彼伏的冷气声便是响扯起来 什么 摩合天以及摩合古族众多长老都是灭容呆滞地望着这一幕 那眼中满是惊骇欲绝之色 怎么回事啊 清严静太明老族等人也是目瞪口呆 接着他们的目光投向那座石塔 在此时他们能够隐约地感觉到一股神秘而浩大的力量在那石塔之中散发出来 那股力量甚至强如他们都是感到了丝丝的距异 这股力量 清严静浮屠玄他们对视一眼 是不朽大帝 那股力量隐隐地超脱了圣品 古往今来除了那位不朽大帝之外还能有何人呢 摩合天面容上的惊骇持续了好片刻 方才渐渐地平复 他眼睛通红地望着牧尘 牧尘你究竟做了什么 我族的摩合阴阳平呢 牧尘默然地扫了他们一眼 不朽大帝会将万古不朽身存放于摩合谷族 自然也会防止你们将其占为己有 而留下一些制衡的手段 在先前 牧尘离开万古塔的时候 塔中的光影便是告诉他 若是摩合谷族存心的刁难 可请动残留在万古塔中的力量 那道力量乃是当年不朽大帝所留 所谓的就是防止今日的居灭 原本牧尘并不打算使用 但是这摩合天太过咄咄逼人 甚至连镇族圣物都请了出来 这也是逼得他只能请动不朽大帝留下的力量了 这万古塔内的力量将会持续一年的时间 一年后万古塔自会消散 到时候那摩合阴阳瓶自然也就被放出来了 牧尘望着那摩合天 事到如今 摩合族长还要强行而为吗 摩合天的脸棚抽搐着 眼睛通红 心中涌动着无边的暴怒 原来那不朽大帝早在当年留下万古塔时 就在防着他们摩合古族 这让得他心中涌起浓浓的恼羞成怒 我堂堂摩合古族族长 还轮不到你一个小辈来教训 其实我倒是要看看 他一个陨落的不朽大帝 如何将我摩合古族镇压 这个万古不朽身 想要带走 就和我摩合古族开阵吧 摩合天低吼声响彻天地 摩合古族给我备阵 众多摩合古族长老文言 多日时间一道道惊天般的灵力冲天而起 震荡天地 清严静太明老族 见状面色也都是铁青下来 这摩合天看来真的是要疯了 既然如此 那我浮屠古族奉陪到底 清严静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太明老族面色复杂的叹息了一声 哎呀 若是如此 那我太灵古族 也只能掺和一下了 摩合天 扬天大笑 好 我摩合古族今日就来挑战一下你二族 看你们能否奈何我摩合古族 万古城外 各方强者是神色骇然 这三大古族就真要开战了吗 一旦如此 必然在大千世界掀起滔天大浪 牧尘望着这一幕也是眼神冰冷下来 而就在天地界 气愤剑拔弩张即将触发的那一刻 忽有古老的钟银声 仿佛自那遥远处传来 冲银声传来 摩合天 青岩井 太明老族等圣品强者眼神都是一宁 抬起头来望着虚空中 这是大千宫的大千钟 而在他们的主视下 这片天地中 一道光柱从虚无中射出 光柱中 一道壮朔身影踏空而来 一股威牙冲荡世界 与此同时 一道雄魂浩大的声音 也是随之相扯 今日之战 还望在我大千宫眼面上 请双方治兵收割 摩合天 青岩井等人望着那道 渊庭月至的身影 面色变得凝重 没想到今日 连这一位都现身了 这大千宫的珠魔王 擒天 浩大之声回荡天地 无数视线都是带着震头 望着那次光柱中踏出的身影 那道身影 周身晃动着星光 衣袍之上 仿佛鸣刻着山川河流 双目如星 深邃如鸳 他仅仅只是站在那里 便是有着一股 晴天般的气势散发出来 令人敬畏 大千宫 珠魔王 晴天 各方强者望着此人 都是在此时面色震动 这大千世界中 超级势力众多 然而谁都知晓 唯有那大千宫才能够算作大千世界中最强的势力 因为这个势力囊括范围 包括了大千世界的所有生灵 所谓的大千宫更像是一个大千世界的联盟 一个为了抵御 域外协足而产生的联盟 而大千宫的创始人便是不朽大帝 在那上古时期 正是大千宫的出现 方才整合了大千世界的势力 令得所有生灵不再各自为战 开始拧成一条绳 最后才能够抵挡住域外协足的入侵 上古大战中 大千世界能够抵御下域外协足 大千宫功不可没 所以即便如今各方巨头对于大千宫 依旧是保持着尊敬 强如炎帝 五祖那等巅峰人物 都是在大千宫中保留着长老的席位 而在这大千宫内想要提升地位 就需要朱魔帝 而唯有斩杀了一位天魔帝 方才能够获得这个称号 如果是在上古大战时 或许朱魔王还不算太稀奇 但如今的和平年代 想要斩杀一位天魔帝 就得进入域外协足所在的地域 这一点就算是圣品天之尊 都不敢轻易尝试 所以这数千载中 大千宫仅仅出现了一位朱魔王 那是一位曾经踏足邪语 并且一路杀回来的绝世猛人 而那绝世猛人 就是眼前这位男子秦天 与牧尘那个侥幸得来的 朱魔王相比 这秦天才是真正的 在与域外协足的搏杀中 晋级的朱魔王 正因为如此 当此人出现时 即便是桀骜与摩合天 都是面色大变 神色中充满了忌惮 秦天宿 这是我摩合古族之事 大潜功应当管不了吧 摩合天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说着 秦天绣袍随风清白 他冲着摩合天一笑 声音雄混 摩合族长 何必如此执着于万古不朽身 此原是法神 放在摩合古族数万载 你们都未曾成为其主 可见你们之间并无缘分 摩合天脸色有些难看 若是旁人说此话 恐怕早就被他一掌给拍飞了 但眼前人却不能如此 因为这秦天早已进入盛品后期 乃是这大千世界中 足以排进前十的巅峰强者 能够与炎帝无阻 等巨头争风 若是摩合阴阳瓶在手 摩合天倒是能够与其抗衡 但眼下摩合阴阳瓶被那石塔镇压 面对着一位圣品后期 他也会吃大亏 当然 更重要的是 秦天背后的大千功 虽然和平时期大千功 速来不插手大千世界中 任何势力纷争 但其本身依旧具备着极强的威性 这一点就连他们摩合古族也得给面子 不过 若是让那牧尘就这样驱走万古不朽身 他又如何心甘呢 秦天宿 我摩合古族守护万古不朽身数万载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这牧尘想要直接取走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呀 摩合天深吸一口气 目光闪烁 而且我先前也已上了一步 只是让他再将万古不朽身 放在我摩合古族百年 百年后定不会阻扰他去回 秦天文言则是笑了笑 摩合族长 我也不与你说无谓之话 今日我前来 正是得了炎帝无族的传信 摩合天面色微微的凝固 那些摩合古族的长老们 也是面色变化 眼中略过一丝畏惧之色 面对着摩合古族与太陵古族 他们摩合古族还能咬牙坚持一下 可如果再加上无尽火域与无尽 那么就算是摩合古族都是有些吃不消 特别是他们摩合古族当年与无尽火域还曾经开过战 却是以摩合天败在炎帝手中为结局 若非是因为摩合阴阳瓶的存在 当年他们摩合古族怕是会颜面尽失 而如今炎帝早已并非当年初入圣品 甚至超越了摩合天 踏入了圣品后期 乃是大前世界中数一数二的巅峰强者 无尽火域更是势大 论其地狱不会比他们摩合古族弱 更何况还有着一个不弱于炎帝与无尽火域的无阻和武境 万古城外各方势力也是暗暗择折 谁能想到今日之事竟然会引来如此之多的巨头势力 摩合天的面色一片铁青 心中恼怒到了极点 原本他是打算以示压人 但哪料到这最后竟然也是尝到了苦果 无尽火域 无尽大千宫 浮屠古族 太陵古族 这五方势力汇聚起来 整个大千世界都会为之颤抖 即便是他们摩合古族 都是无法抵御这股大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大主宰 由头驼渊为您播讲 秦天兄 你这是要以示强压我摩合古族吗 摩合天轻着脸 秦天注视着摩合天 神色却是渐渐的肃然起来 摩合族长 如今大千世界面临危机 域外协族蠢蠢欲动 这般时候 万古不朽身能够认主 对于我们大千世界无数生命而言 都是好事 所以还望你能够以大局为重啊 那远处的牧尘听到此话 心头倒是微微一震 联想到眼底 无阻 无法脱身的缘故 心中感觉到不安 那域外协族 难道要卷土重来了不成 而摩合天则是沉默着 到了这一步 他心中已是清楚 恐怕已经不可能再夺回万古不朽身 既然如此 对方给了台阶 那就只能下了 不然最后吃亏的 只会是他们摩合古族 既然连大千功都插手了 我摩合古族自然也不能不给面子 摩合天终于是开口 周身强横的灵力波动 渐渐地收敛 然后冷眼看向牧尘 不过 他得将五族的摩合阴阳平缓来 晴天的目光 也是看向牧尘 牧王 冤家一解不一解 既然摩合族长让步 那你也让一让吧 晴天既然都开口了 牧尘自然不会服了他的面子 当即点头 毕竟他同样不想与摩合古族开战 虽然有着浮头古族 与太陵古族的支持 可那种争端太过的庞大 必然会造成天至尊的陨落 那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极大的代价 眼下能够逼得摩合天退步 已是最好的结局 牧尘转过身来 对着那万古塔抱拳 既然事情已有了结果 就请前辈再出手一次吧 随着他的阴落 万古塔顿时震动起来 塔尖处 帮射出一万道光芒 光芒之中 则是有着一道黑光 掠出化为一尊黑白玉瓶 摩合天见状 急忙一招手 那黑白玉瓶落入他的手中 小心翼地插开一番 并未发现损伤后 方才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不愧是不朽大地所留的一道力量 即便数万载 依旧强盛啊 擒天望着那座万古塔 不由地感叹一声 即便它是圣品后期的实力 但在万古塔内残留的那道古老力量之下 依旧保持着一分敬畏 不过 万古塔内的那道力量 在一收一放后 显然也是开始消散 甚至连万古塔表面 都是有着裂纹蔓延出来 牧尘望着这一幕 再度的弯身 对着万古塔 郑重地行了一礼 周围众多势力 见到剑拔弩张的气氛 终于是解除 也是暗自松了一口气 这种神仙打架 波及范围太广 就算是一般的天之尊 都不敢掺和其中 如今这虎头蛇尾的结束 反而是最好 秦天兄驾领我摩合古族 本该好好接待 但如今族内一团糟 也就只能从简了 摩合天望着化为 废墟般的万古城 心中始终憋着一口闷气 当即也不想多留 对着秦天一抱拳 然后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天边 而摩合古族 其他的诸多长老 也是纷纷跟上 面对着摩合天 这般刑警 秦天也没在意 毕竟他的到来 直接让他摩合古族 失去了万古不秀身 有一些怨气 也是理所应当 而且他此行前来 也并非是冲着 摩合古族的 秦天绣袍一摆 目光便是看向牧尘 步伐一脉 出现在了护者前方 带着笑意 早就知晓我大千宫 又出了一位诸魔王 今日总算是得见了 面对着这位大千宫 那真正的诸魔王 牧尘也是保持着 一分尊敬 秦天前辈倒是抬举我了 我这诸魔王水分有多大 前辈难道还不知道吗 不管是怎么得来的 只要你能得到 那就是你的原法 而且现在的你 可是有资格 成为真正的诸魔王 以前的牧尘 或许要斩杀一位天魔帝 是天方夜谭 可如今 他拥有着圣品肉身 以及万古不秀身 论气战斗力 足以媲美圣品 中气的巅峰强者 所以遇见了一般的天魔帝 也足以斩杀 牧尘笑了笑 对着秦天抱拳 不过不管如何 今日还是谢过前辈了 不然的话 怕是不好收场 他虽然不惧磨合天 但却不想将磨合古族 与太陵古族牵扯进来 秦天摆了摆手 一旦三大古族开战 牵连太大 如今并非是内乱的时候 说到此处 他顿了顿 不过今日前来 祖三族大战是一事 而我的任务 还有另外一事 声音一落 秦天绣袍一抖 忽有数道金光射出 这些金光 直接是落向了青眼井 浮屠玄 太明老祖 甚至还有这三道 对着先前磨合天等人 离取的方向掠去 青眼镜他们接了金光 神色都是变得无比的肃然起来 这是 牧尘目光一闪 神色有些惊异 他隐隐地感应到 那金光之中 似乎是一道金铁 秦天冲着牧尘一笑 如今的你 也有资格接这一道金铁 说着 他绣袍中再度飞出了一道金光 徐徐地对着牧尘落去 牧尘伸出手掌 金光落在掌心 金光收敛时 一张犹如黄金所住的金铁 便是静静地躺在牧尘的手中 他凝神望去 然后便是见到 在那金铁之上 四个古老的字体 映入眼帘 大千金铁 本集 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九百五十五集 大千金铁 牧尘望着那帖子上面四个古老字体 喃喃自语了一声 一眼中确实有些疑惑 显然并不明白 此物究竟代表着什么 没想到我也有机会收到这大千金铁 在牧尘疑惑 在牧尘疑惑间 轻言尽轻掠而来 杨梁手中的金铁有些感叹 这究竟是什么呀 秦天在一旁笑了笑 而后神色肃穆 上古年代 不朽大帝与天蟹神决战 结束了域外邪族 对大千世界的入侵 那场决战的结果 便是天蟹神被封印于北皇之秋 不过 天蟹神的生命力超乎想象的恐怖 虽说在与不朽大帝的较量中 奇查异兆被封印 但他却并没有被完全的抹杀 所以在那之后 每过千载事件 大千宫就会开启大千盟约 并且发出大千铁 邀及大千世界中的巅峰强者 齐聚北皇之秋 汇聚重力 运转封印之力 抹杀这天蟹神残余生命力 而这大千铁 唯有天之尊 才有资格收到 大千铁 共分金银铁三个等级 对应天之尊的三个境界 而唯有圣品天之尊 才能够收到金铁 说到此处 秦天的神色愈发的凝重于肃然 按照不朽大帝当年的预测 只要封印运转四千九百载 便是能够彻底的莫杀天蟹神 而至今为止 大千宫发出了四十八次大千铁 这一次就是第四十九次 听到此话 牧尘瞳孔也是微微一苏 这才清楚地感觉到 这大千铁 是何等的重要 那天蟹神 竟然如此恐怖 连不朽大帝 以性命为代价 布下的封印 都需要如此漫长的岁月 才能够将其彻底抹杀 秦天文言也是沉默了一下 那天蟹神的力量 的确是强悍得无法想象 所以不论如何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都必须将它抹杀在封印之中 否则一旦封印失效 那对于我们大千世界 无数生灵而言 无疑将会是毁灭性的劫难 毕竟 我们已经没有不朽大帝了 一旁的青岩井 浮屠玄 太明老祖 都是面露沉重之色 显然 也明白一旦到了那一步 对于大千世界而言 将会是何等的残酷 如果天蟹神 是如此强大的话 那域外邪族 会不会想办法破坏封印呢 牧尘也是面色凝重 他们自然是想要插手 不过北黄之丘有着不朽大帝留下的封印 唯有这大千世界的生灵才能够靠近 域外邪族 根本无法进入 秦天点了点头 双目微眯 但是 最近域外邪族蠢蠢欲动 牵制着炎帝 吴祖 显然 也是有着这个因素 牧尘面色 肃穆凝重 彻底明白了这大千盟约所代表的含义 这也是大千世界能够享受安宁的根本所在 与这种大局相比 其余任何的事情都是能够放在一旁 大千盟约何时开始啊 三个月后 秦天的双目中 有着夺目的精芒涌动 双掌紧握 一丝丝令人心悸的煞气 在气体内散发出来 这一次 一定要将这个大千世界的祸害 彻底的清除 牧尘微微点头 那天蝎神实在是太过的强大 如果不将其除掉 恐怕大千世界的所有生灵 都将会寝食难安 这就是一个灭世火山 一旦喷发 必将会席卷整个大千世界 所有大千世界的天至尊 都会收到大千帖吗 所有天至尊都会收到 不过会前往北黄之秋的天至尊 应该不足一半 毕竟还得时刻紧盯着 域外协足 那可真是大千世界最大的盛世啊 牧尘感叹 整个大千世界 将近一半的天至尊 汇聚在一起 那将会是何等壮观的一幕 与此相比 牧尘之前见过的那些场面 倒是有些小无间大乌了 的确是盛世 因为这事关这大千世界的安宁 任何的成见与恩怨 都必须置于其下 秦天看了一眼 摩合天他们离去的方向 所以我才会赶来 免得你们三族 在此时发生大战 摩合古族 浮屠古族 太灵古族 三大古族的力量 在整个大千世界中 都算是重量级别的 如果在这种互相争斗中 被耗损了 简直就是无法忍受 牧尘也是明白这一点 当即神色微正 秦天前辈 放心吧 今日事已了除 我算是占了一些便宜 日后 就算那摩合天要针对我 我也会有所克制 不管如何 这万古不朽身 落在了他们的手中 摩合古族 算是只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面掩 所以他也没有必要 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 秦天文言 也是欣慰的点点头 你能股权大举 那当然是最好 不过放心吧 摩合天若是过分的话 我们大千宫 也不会坐视不理 毕竟不管怎样 你也是大千宫的 朱魔王 牧尘笑了笑 那摩合天虽然 桀骜 但也不是蠢货 经过今日的时候 应该也知晓 他牧尘并非是 可由他摩合古族 随意揉捏的 我此行而来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就不多停留 毕竟时间紧迫 还得给其他的 生品送铁呢 秦天再度与牧尘聊了半场 然后便是抱拳告辞 牧尘知晓大事要紧 自然也就不再多留 抱拳告别 希望三月之后 备荒之秋 再与诸位畅聊 秦天爽朗一笑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冲天而起 浩荡之气 弥漫天地 清严谨 浮屠玄 太明老祖 望着秦天离去的身影 神色都是有些复杂 真是山雨欲来啊 天邪神 对于狱外邪族而言 犹如神灵一般 想来 他们也会知晓 这一次大千盟约的重要性 所以 这一次的大千盟约 必然不会平静 那狱外邪族 必定会倾尽所有的手段 试图破坏封义 解救天邪神 牧尘微微点头 先前秦天 虽然并未说太多的内在细节 但他们都是何等人物 如何感觉不到 秦天心中 对此次大千盟约的重视 否则的话 就算是送大千金铁 也不必劳烦这位 明镇大千世界的 珠魔王 亲自出马 狱外邪族 在外虎视眈眈 没想到在那伟荒之秋 还有着一个如此恐怖的隐患 牧尘轻叹了一声 这种隐秘 也亏得如今 踏入了天之尊 不然的话 怕是根本就没资格接触到 北荒之秋寻常的时候 就算是大千世界中的生灵 都禁止踏入 那里也是号称是万牧之地 有着一只守牧人的存在 这是不朽大帝的直戏麾下 他们领头者称为不死之主 势力超绝 怕是并不逊色炎帝 无阻 不过其终生都镇守在 北荒之秋 从不踏足大千世界 所以名声也是不显 万牧之地 不死之主 牧尘眼神微宁 面色凝重 这大千世界 还真是卧虎苍龙啊 若是狱外邪族大举来犯 如今我们大千世界 可能地狱啊 若是要论起实力 如今的大千世界 并不比上古时期弱 甚至更强 炎帝 吴祖 诸魔王秦天 青山剑圣 不死之主等等 皆立于世界之殿 五大古族也各有地狱 其他的顶尖超级势力 也层出不求 所以 如果 狱外邪族 真要再度入旗 我大千世界 并非是没有抗衡之力 不过 唯一的问题是 现在的大千世界 没有了第二个不朽大地 你应当知道 不朽大地 超脱了圣僻 所以 只要我们能够催动封义 彻底抹杀天蝎神 那域外邪族的野袭 也难以得逞 这一点 恐怕域外邪族 也很清楚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主宰 由头驼渊 为您播讲 正因为如此局势 想来 那域外邪族 必然不会眼睁睁 看着天蝎神 被他们 以封印镇上 所以 此次的大千盟约 很有可能会引起 一番腥风血雨 面对着这种大事 就算是如今的牧尘 都是感觉到 莫大的压力 在牧尘心中 情绪翻滚时 一只娇嫩如温玉般的小手 轻轻地握住了 他的手掌 他转过头来 然后便是见到 洛梨那精致如此 光洁如玉般的敲脸 后者对着他眨眼轻笑 顿时一股柔情涌来 令得牧尘心绪 渐渐地舒缓 紧皱的眉头 也是伸展开来 他的手掌握拢 将洛梨小手握在手心 然后抬起头 望着天空上 斜挂的夕阳 云彩如檐 漆黑双眸中 倒映着火焰 身边之人如此美好 不管那御外邪族 是何等的凶猛 若是他们试图破坏这一切 那么牧尘自然 也不惧 与其相搏 并一命相守 我努力了数十年 方才走到今天 所以 又怎会让你们将我的努力成果给毁了呢 邪魔若是要来 无非便是一战罢了 这是一座幽暗巨殿 殿内涌动着黑暗 黑气生腾 仿佛是能够吞灭一切的生计 显得阴暗而森冷 巨殿内有着一层层的黑色石座 蔓延向后 而此时 在那每一个黑色石座上 都是有着一道身影 这些身影周身缭绕着阴暗 邪恶之气 引得空间微微的震动 整个巨殿 涌动着令人心悸的邪恶之气 宛如万魔之地 在巨殿居中的位置 有着三十二道黑色王座 呈弓形的对着两侧延伸开来 这些王座上 同样是各自有着一道身形庞大的魔影 魔影吞吐间 有着陶天魔气 在身后形成各不相同的魔像 散发着无边无际的恐怖魔微 而在这三十二道魔影的魔微下 巨殿内的其他黑影 都是微微垂首 表露着敬畏之意 那三十二道魔座最中央处 那是一道浑身生腾着魔炎的魔影 那魔炎时而呈现漆黑如墨 时而又散发着洁白之光 两者流转变化 显得极为的诡异 魔炎之下 有着一对不寒情感的目光投射出来 目光扫射出 连空间都是在微微颤抖 仿佛畏惧一般 人都到齐了吧 有着飘渺而低沉的声音 缓缓地从魔炎中传出 在其身旁的魔座上 是一道身形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 那道身影微微抬头 露出苍白的面旁 只是那一对眼瞳 竟是呈现一圈圈的黑色漩涡状 极为的诡异 旋转之间 仿佛是拥有着无法形容的诡异 令的人看上一眼就会迷失 他那漩涡般的魔木 扫了那魔炎魔影一眼 然后苍白的面旁上露出笑容 声音温和 我天魔族这次可没迟到啊 在其不远处一道魔影开口 我狮魔族也到了 这道魔影周身缭绕着恐怖狮气 狮气弥漫 连空气都是化为灰白色彩 若是牧尘在此的话 便是能够认出 这道魔影正是当初在下围面中对他出手 但后来被无足阻拦下来的那位 狮魔族的黑狮天魔帝 而在他之后 那三十二道魔座上的魔影 皆是一次开口 他们代表着 域外邪族的核心力量 三十二大族 于是 整个万魔殿内的魔气 愈发的强盛 见到诸族族长 皆是旗帜 那围手周身声腾着 黑白魔炎的魔影 方才微微点头 而后飘渺的声音 回荡在这幽暗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三月之后 大千世界的大千盟约 就会再度开始 随着他话音一落 剧殿内那三十一道魔座上的魔影 一眼中皆是有着魔光涌动 仿佛是散发着森森的寒意 终于到这一天了 那黑师天魔的音森的声音响起 周身湿气 巨力的翻滚 隐隐间 仿佛是泄露出无数道尸海影子 我等沉寂数万载 也该动一动 让那大千世界 笼罩在我域外邪族的恐惧之下了 另外魔座上也是有着一道魔影开口 这道魔影双掌修长 指甲幽黑 微微划过时 竟是连空间都是被轻易的撕裂 隐隐间散发出极为恐怖的锋锐之气 这道魔影乃是三十二大族之一的 刀魔族族长 斩天魔地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这个这两天我得出去两三天 但是我带着设备出去 可能不能按时更新了 我会尽量腾出时间去更新 会把这个录音设备带着 要出去两到三天 但是没有能更新出来 或者是是那个比较忙 没有更新出来 你们也见谅一下 谢谢谢谢 这本书马上完了 马上完结 谢谢你们能够一直听到九百多集 谢谢你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鸳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九百五十七集 落离玉手 温柔地抚摸着牧尘的脸庞 颤颜轻笑 笑颜美丽的 令得天地失色 他问牧尘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吗 不是拯救了洛申族 也不是成为那什么太灵古族的圣女 而是在那灵路中遇见了你 此时天高地远 清风拂过山头 耳旁传来女孩那轻柔的声音 也是令到牧尘的内心 仿佛是被什么狠狠的击中 一股情感流淌在四肢败海 睁开眼睛 望着那张精致的容颜 然后再看向灵力河流周围 那无数道稚嫩的身影 牧尘呼得一笑 她的身边有如此之多的美好 并且值得她去守护 所以她怎会允许这些被破坏 即便是敌人 是那可怕的狱外协足 牧尘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冲着洛丽 洛丽 大前蒙约之后 若是安稳度过 便嫁给我吧 望着牧尘脸庞上的笑容 洛丽背驰青药红唇 然后红着脸颊 清点琴手 银发 在那日光下 闪着清晨般的光辉 三个月时间 栩栩而过 而在这三个月的时间中 大前世界的气氛 也是逐渐的变得凝重起来 而这种气氛的来源 便是大前世界 与域外协足的交接处 近来 接连不断的发生大战 甚至 作为边界镇守的 无尽火域与武镜 更是成为了 域外协足的眼中钉 无数的邪魔席卷而来 对着这两方 大前世界中的 顶尖超级势力 展开了疯狂攻势 虽说这种攻势 无法撼动 有着炎帝 无祖作真的 无尽火域与武镜 但这暗中所蕴含的动机 却是在大前世界中传开 显然 那沉寂数万载的 域外协足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知晓这一点好 大前世界中 所有的势力心头 都是骇然 难免有些惊慌感 毕竟域外协足的 凶名实在是太盛 即便是在那上古时期 也是搞得 大前世界血流成河 无数强者陨落 堪称劫难 而如今 域外协足卷土重来 那必然又会掀起 腥风血雨 甚至 说不定整个大前世界 无数生灵 都将会被摧毁 灭绝 一股灾难感 在大前世界 悄然的传开 引来暗中震动无数 人心惶惶 天罗大陆 幕府总部 主殿之外 牧尘望着那 幕府众多强者 灵守者便是 曼陀罗与久悠 如今的幕府 已经成为了 天罗大陆上 当之无愧的霸主 所有顶尖势力 皆已沉浮 特别是伴随着 牧尘在 摩合古族中的 战绩传出时 那些原本 还对天罗大陆 有心思的 各方超级势力 皆是彻底死心 因为他们明白 如今的牧尘 已是彻底的崛起 论起势力 在这大前世界上 都能够排得上号 再加上其本身背景 雄霸天罗大陆 已是水到渠成 所以 今日天罗大陆 各方顶尖势力的首领 都是齐举于此 阵容显得相当的豪华 强悍 此行我前往北荒之秋 你等镇守天罗大陆 须万分戒备 随时准备进入战争状态 牧尘望着众多麾下 面色凝重 此次北荒之秋之行 必定不会平静 域外邪卒会想尽一切办法 破坏封印 所以双方之间 定会爆发激烈交锋 谁也不知道 到时候结果会如何 但不管怎样 身为幕府之主 他得做最坏的打算 所以提醒着幕府 麾下众多势力 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 免得到时候 被突如其来的 魔灾所轻浮 布上了上古天宫的后尘 下方众多强者 皆是面色肃然的阴导 这段时间 大千世界 沸沸扬扬的魔灾 他们自然也是知晓 面对着这种席卷 整个大千世界的劫难 没有人能够 以轻松的心态去应对 毕竟一个不审 整个大千世界 都有可能被灭绝 这是真正的灭绝危机 与这种危机相比 之前任何势力之间的纷争 都是能够暂时的放下 而这种时候 这些天罗大陆上 顶尖势力首领们 则是纷纷有些庆幸 还好 在这灾结来临之前 他们天罗大陆 出现了一位霸主 不然的话 天罗大陆一盘散沙 到时候 域外邪族 真的侵略而来 天罗大陆上 所有的势力 都将会不堪一击 被其顺手摸灭 化为血海 而现在 牧尘已是能够 媲美圣品的巅峰强者 战力强横 在他的统帅下 就算到时候 天罗大陆 被域外邪族所进攻 应该也是有着抵御之力 所以 此时面对着牧尘 在场的所有顶尖势力首领 都是怀着一丝敬畏 以及心悦诚服 牧尘微微点头转过身来 在其身后 牧封笑眯眯的望着这一幕 神色一片感叹 自家这小子 当年离开北陵境时 只是一个毫无根基的少年 然而如今 却已是打拼出了一方 如此机业 真是比他这当老子的强太多了 不过这也让得他满心的自豪 我牧封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我生的儿子 却是龙中之龙 老弟 这段时间 你也留在牧府啊 牧尘宠着牧封笑道 在一个月前 他就将牧封接来了牧府 毕竟 这里比在百灵大陆 要安全许多 牧封点头 他已是知晓 儿子以及老婆 都会去那北荒之秋 虽然自家帮不上什么麻 但能够让他们少一些担心 也是一种帮助 臭小子 去做你的事便好 记得 保护好你娘 还有洛梨 身为一个男人 现在你需要背负这些责任了 牧封拍了拍牧尘的肩膀 神色一严肃 牧尘微笑着点点头 老爹虽然实力不高 但对于家人的责任感 却是毋庸置疑 当年的他 独自一人将牧尘抚养长大 牧尘如今的性格 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牧封的教导 准备动身吧 牧尘没有多耽搁 目光看向青眼镜和洛梨 青眼镜与洛梨点点头 而后三人轴身灵光涌动 化为三道灵光 冲天而起 转瞬 便是消失在了天际之边 曼陀罗 与九幽 望着他们消失的身影 对视一眼 眼神皆是一片凝重 显然 他们也是知晓 这一次北荒之秋的事情 关乎着整个大千世界 无数生灵的命运 而在牧尘他们 动身的同一世界 在这大千世界中 忽有众多浩瀚灵力波动 冲天而起 带起浩大之势 掠过天地之间 这些强大波动 所去的方向都是相同 正是呢 北荒之秋所在 大千世界无尽火遇 这是一片赤红的大陆 大陆之上温度微高 升腾着热气 大陆上一座座火山 时不时的喷发 炽热的岩浆 仿佛河流 纵横流淌 在大陆中央处 一座座火山连接 旗上建立了一座 极为宏美的城市 城市宛如莲花 有着一种奇异的美感 而此时 在那城市的一座高台上 一道身影 覆手而立 气质洒脱 那般模样 赫然便是眼底 硝烟 他抬头凝望着 这片大陆的虚空之外 那里的空间 不断地扭曲着 有着滔天般的摩期涌动 其内 仿佛是有着无数 充满着杀戮 与贪婪的目光 投射出来 这域外邪族 还真是将我们无尽火域 当作眼中钉啊 在眼底身后 一名白发老者 面目凝重 熟悉的面目 正是眼底的老师 耀尘 一旁 一味郊区修长 一身彩裙勾勒着 惊人动魄般的曲线 妖娆至极 她的容颜也是极为的妖媚 风目中眼波流转 妩媚横生 而其声音也是带着 丝丝的交俗 堪称是绝世游武 她说如今正是 大千盟约开启的时候 域外邪族大举来返 显然是打算 将硝烟盯在这里 而这彩裙女子 正是这无尽火域的 主母之一 彩琳 他们既然有这打算 那也就说明 域外邪族 必然会对北荒之秋出手 这出生的又是一位 绝色佳人 她俏立于彩琳身旁 淡绿衣裙 容颜绝美 气质清淡 宛如这些 她自然便是 无尽火域 另外一位主母 萧勋儿 听得两位爱妻的话语 眼底也是轻轻点头 她双目微眯 望着虚空中涌动的魔气 传令下去 无尽火域一击戒备 所有天之尊 随时待命 在那后方 有着火光闪现 一道人影 领命消失而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竹仔 而就在眼底声音刚落时 那虚空忽然开始 有着巨大的裂缝浮现 再然后 时间的无数道魔影 便是犹如蝗虫一般 席卷而出 顿时整个天地 都是变得阴暗下来 同时间 三道巨大无比的魔影 缓缓地从那裂缝中踏出 魔微笼罩天地 炎帝抬头 望着那三道巨大魔影 淡淡一笑 竟然来了三位 三十二大族的组长 这域外邪族 也不知道是在看中我 还是看清我呀 五镜 五祖临动 面色平静如水 望着虚空中撕裂的裂痕 无数道魔影涌出时 同样是有着三道巨大的魔影 跨空而来 在其身后 也是有着两道倩影俏力 左者身着白色衣裙 娇曲修长 面有青纱 却是遮掩不住 那极美的轮廓 柔滑青丝垂落 玉手握着一柄青色长剑 清冷的气质 宛如月宫女神 在其一旁的倩影 则是有着深蓝色的长发 她的肌肤白皙的宛如透明 吹弹可破 只是在其身上 有着无边的寒气散发出来 犹如是能够冰冻世间万物 那种冰冷 令得她依旧宛如少女 不再变化 这两位佳人 自然便是五经的两位主母 灵青竹与硬欢欢 冰灵族的天至尊 我都带过来了 硬欢欢声音清脆 但却散发着微微寒气 灵青竹青纱微动 有着轻柔声传出 说五经回下所有天至尊 也已尽数备战 吴族微微点头 伸出手掌 握住两女的御手 没想到我们 竟然又能并肩一起 与这些邪魔相斗了 灵青竹冲着烟然轻笑 美眸微弯 放心吧 这一次如果再出现意外 换我用性命来保护你 吴族闻言 素来坚毅的面旁顿时 苦了下来 你们都是姑奶奶 别玩这一套了 我可守不住了 灵青竹扑斥轻笑 一旁的硬欢欢 也是轰唇微弯 吴族只能无奈地送肩 三个人略作笑谈 吴族也是恢复了正色 抬头望着那三道 踏空而来的巨大模影 伸出手掌 轻轻一握 顿时一柄 缠绕着雷霆的雷掌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眸子中 有着灵力之色涌起 一股无比恐怖的波动 缓缓地 从其体内散发出来 不过放心吧 这一次不会再有人能够在我的眼皮底下 伤害到你们丝毫 北荒之秋 坐落在大千世界中央地带 在那曾经的上古年代 这里同样是存在着一片辽阔无尽的超级大陆 名为北荒大陆 然而上古年代的北荒大陆不仅不荒 而且几乎算得上是大千世界最为繁华与强大的地域 只不过 那时御外邪族入侵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节节败退 关键时刻 不朽大帝挺身而出 与大千世界无数生灵 势力 种族 缔结 大千盟约 组成大千功 共同抵御 御外邪族 至此 风才渐渐阻挡了溃败之势 后来 御外邪族与大千世界决斩 不朽大帝 与天蝎神占于北荒大陆 那一战 这座超级大陆硬生生的被打碎 余下的地狱 则是成为了如今的北荒之秋 那场大战的结果 以天蝎神被封印而结束 北荒之秋 被不朽大帝所留下的嫡系守墓人所封锁 禁止一切外人靠近 当然 这种危险场地 一般就算是天之尊 都不敢轻易的插足 所以也没人向来 唯有当千载疑次的大千盟约到来时 大千功方才会发出大千帖 邀请大千世界众多天之尊 齐举北荒之秋 合力催动不朽大帝当年所留的封印 磨灭天蝎神的生命印记 对于这种层次太高的大千盟约 大千世界中的寻常势力 以及生灵自然是无法触及 唯有知晓内情者方才明白 这千载一次的大千盟约 究竟是何等的重要 整个大千世界的安宁 都是建立于其上 稍有博慎便是蔑视之灾 毕竟 当年的天蝎神留给大千世界 无数生灵的恐惧 实在是太过的深刻 即便是数万载后 依旧是有着无数典籍清晰记载 当年不朽大帝拼了性命 方才将其封印 若是再让得他逃出 如今的大千世界 可没第二个不朽大帝了 这里就是北荒之秋了吗 三道流光撕裂 空间乱流 破开重重 刚风云层 然后便是见到 一座破碎的大陆 出现在了视线之中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九百五十六集 万魔殿内 其他那些魔影也是发出了魔笑之声 其中充满着杀戮之意 那围首的魔座上 燃烧着魔炎的身影伸出手掌 顿时所有的魔笑都是安静下来 显露出了其所具备的威严 这道魔影 正是三十二大族居首的 圣魔族族长 圣天魔帝 而那位逼得不朽大帝 以生命才能够封印的天蝎神 正是出自圣魔族 所以 这圣魔族在域外邪族中 拥有着领袖般的地位 在天蝎神 被封印的岁月中 便是由这位圣天魔帝 痛衰万魔 你的 也莫要笑去了 如今的大千世界 根据情报 现在的大千世界 虽然没有了 不朽大帝那等强者 但却依旧是强者如云 其中以那炎帝 无阻为罪 堪称是我域外邪族 最大的威胁 圣天魔帝眼中 黑白魔眼 循环燃烧 你之前 曾经与那炎帝 暗中交过手 如何呀 在那一侧 那天魔族的族长 一眼中黑色漩涡转动 缓缓开口 天魔族 在三十二大族中 都是名列前茅 实力强横 而这位天魔族的族长 更是不弱于圣天魔帝 同时被称为暗天魔帝 可见其强 因为身份的缘故 所以这位暗天魔帝 也是知晓 在那数十年前 圣天魔帝 曾经暗中 与那炎帝有过交锋 只不过 互相都是隐而不发 圣天魔帝眼中的魔炎 跳动了一下 这位炎帝 的确是非同凡响啊 而且在炎之一道 有着极为恐怖的造诣 与其交锋 即便是连我的圣魔炎 都是奈何他不得 此言一出 万魔殿内众多魔影 都是震动了一下 甚至连那三十多的庞大魔影 身后的魔像 都是传出了一阵波动 连圣魔炎 都奈何不得此人啊 这些魔影对视一眼 眼神倒是变得凝重了一些 因为他们很清楚 圣天魔帝的圣魔炎 有多霸道 就算是同等级的强者 都不敢轻易的硬撼 然而对于那炎帝 却是无可奈何 看来 这大千世界 倒是有些底蕴呢 还有那巫族 与炎帝齐名 怕也是不好对付 听到此处 那黑师天魔帝声音阴冷 那巫族 我也与其照过面 给我的压力颇为不小 若是本尊相斗 我怕是有所不敌啊 话音多了多 黑师天魔帝阴森的目光 忽然扫向了万魔帝一角 据说那巫族 来自夏卫面 当年那个夏卫面被一魔族发现 试图寝占 结果你们下手不干净 不仅没能得手 反而将这个煞星引到了大千世界 当真是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 万魔殿内 众多目光都是看向那个角落 只见的 那里有着一道魔影 而此时那道魔影 也是微微发抖 周身涌动的魔气 陷露着内心的情绪波动 这道魔影 正是如今一魔族的族长 但在域外邪族中 它的实力仅仅只能算作一般 与眼前这三十二大族的族长之间 更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所以听到黑师天魔帝的斥责 也不敢说话 只能硬着头皮接下 只是他的心头也是充满着恼怒与委屈 寝占下位面 是所有域外邪族都在做的事情 只不过 谁知道他们一魔族如此倒霉 看中的那个下位面中 竟然冒出了一个如此恐怖的无阻 如今更是直接进入了大千世界 成为了他们域外邪族的大敌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圣天魔帝挥了挥手 阻止下黑师天魔帝 他双目幽深 炎帝 无阻的确是威胁 不过 只要武神能够被封而出 要抹杀他们 也是易如反掌 传令下去 几日开始 大举进攻 无尽火域与武镜 将那炎帝与无阻 死死的牵扯 令他们无法前往封印之地 万魔殿内 顿时响起了一道道硬鹤之声 魔气声唐 圣魔 就算是牵制住了那炎帝无阻 可封印武神之地 有着不朽大地 以生命所布置的世界之阵 我们一旦靠近 就会被排斥 如何主神破风呢 说话的魔影周身 散发着一万道魔光 在其身后 空间波挡 仿佛是蕴藏着一座座魔海般 魔为惊人 而这道魔影 乃是三十二大族之一的 灵魔族组长 灵天魔帝 圣天魔帝眼皮微垂 这些我自有谋划 诸位一切一击而行便是 你们只要记得 这也是五族最后的机会 虽然我们占据了一半的大千世界 但毕竟是外来者 始终被这个世界所排斥 除非我们将其完全侵占 方才能够侵蚀世界 彻底扎根 改天换地 否则 万载之后 不用大千世界的人出手 我们就会 渐渐地被这大千世界 所排斥与净化 听到此话 在场的所有魔影眼中 都是迸发出 射人的胸广 与寒气 去吧 圣天魔地没有多说 淡淡一言下 众多魔影皆是起身 对着他恭敬毅力 便是化为魔光 摇曳着消失不见 那三十二大族的族长 也是陆续起身 跨空而起 带起滔天的魔气波动 短短 施数戏 这万魔点内 便是空空如也 圣天魔地 抬起头 燃烧着魔炎的眼瞳 望着大千世界 所在的方向 眼中充满着狂热 与疯狂 无神 当您归来时 便是这大千世界 匍匐在五族脚下之日 到时 定要这大千世界 无数生灵 为封印您这四万九千载 付出血液般的代价 天罗大陆 上古天宫 灵力河流奔腾 浪花翻涌 释放出磅礴精纯的灵力 凝聚成雾气 飘散开来 令得整个天地 都是变得清新空灵 在灵力河流两侧的石台上 一道道年轻的身影 寂静盘坐 吞吐之间 吸纳着天地灵力 淬炼自身 更远的地方 则是人影闪动 赫声阵阵 乃是阎武之地 如今的上古天宫 早已飞之前那种死寂 在迅速壮大的幕府之下 这里再度焕发了 勃勃生机 甚至那种热闹兴盛 亦是堪比上古天宫 鼎盛时期 毕竟 上古年代的天宫 威名虽说显赫 但那基本全靠天地 一人独自撑下来 在旗下面 歌殿店主 虽然都是天骄人物 但却还不带他们成长起来 就遭遇了 域外协足的进攻 在实现更远处 则是一座高耸的山丘 山丘上一道身影 略显蓝散地歇躺着 目光悠然地 望着那灵力河流周围 顶飞的人群 这道人影 自然便是牧尘 瞧得那灵力河流周围 一道道年轻稚嫩的身影 牧尘的眼中 也是流露出丝丝的笑意 这些年来 幕府也是在他手中 渐渐地壮大 虽然大部分时间 他是甩手掌柜 但却依旧是有着一些 难言的成就感 毕竟连他自己都未曾想过 当初仅仅只是抱着 随意的想法建立的幕府 会在数年之后 成为一方熊吧 天罗大陆的巨步 在木尘蓝散地望着这一切时 忽然发现 远处那些修炼台中 已引有着一些骚动 再然后他便是见到一道优雅身影 犹如闲庭信部一般 慢悠悠地穿梭而过 吸引了天地间所有的目光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猪仔 那道倩影 衣着黑色衣裙 裙摆绣着金线 随风清白 显露着尊鬼 勾勒着迷人的曲线 那精致的脸颊 同样是带着绕有兴致的微笑 打量着这片由心爱之人 所努力打造出来的修炼圣地 所有的少年 都是偷偷地打量着这道优雅的身影 有时候 那道清澈的目光 仅仅只是扫过 便是令得他们面红心跳 不敢直视 仿佛 目光与其交汇 都是一种亵渎般 而那些少女 则是眼露憧憬 眼前的女孩 让得她们自残行贿的同时 又是让得她们 有这一种向往 她们希望以后 也是能够拥有着 如她一般的气质 优雅而美丽 这道倩影 犹如踏青出行一般地走过 而随着她的远去 那一道道留恋的目光 方才不依不舍地收回 牧尘笑眯眯地 望着这道优雅倩影 后者慢悠悠地而来 最后走上了山丘 站在她身旁 玉手搭在眼前 遥望着这片上古天宫 她说你这幕府 发展得挺不错呢 牧尘点了点头 接着一脸认真 说这都是为了 咱们孩子打下的记忆 洛梨敲脸一红 羞沉地盯了牧尘一眼 素来都是 优雅清冷的洛梨 都是被牧尘 这没羞没臊的一句话 搞得脸颊通红 两人之间 连最后的一道关系都没破呢 这家伙就已经开始 想着更进一步了 牧尘抬头 望着那张难得羞沉的 红润翘脸 心中却是突然地 涌起了一股火热 身子一个前扑 手臂便是揽住了洛梨 那纤细柔韧的腰致 两人对着草地上 倒了下去 落地的时候 牧尘身体摔倒 让得洛梨倒在他的身上 突如其来的袭击 也是让得洛梨危惊 玉手撑住牧尘的胸膛 前身微微挺起 轻咬着银牙 狠狠地盯了牧尘一眼 牧尘享受着 身上压着人儿 那柔软的触感 漆黑毛子 似是有着火焰燃烧 他灼灼地盯着洛梨 那要不我们努力一下 洛梨争了争 问努力什么呀 孩子呀 牧尘一本正经的 然而他的话语刚落 怀中那女孩 那白玉般的翘脸 便是陡然通红 犹如火烧一般 紧接着 洛梨那手肘便是狠狠地 落在牧尘肚子上 牧尘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俊仪的脸庞仿佛都是变得扭曲了一些 洛梨红着脸 沉了牧尘一眼 想他从小到大 在那洛神族乃是皇女 后来更是成了那太陵谷族的圣女 旁人与他说话 皆是奢于其容颜与气质 表现得彬彬有礼 不敢有丝毫的冒犯 所以 面对着牧尘这略显流氓的行径 一下子都有点吃不消了 挨了狠狠的一肘子 牧尘苦着脸 对自家老婆耍流氓露成啊 牧尘白了他一眼 说等你什么时候 上洛神族提亲了再说吧 牧尘揉了揉肚子一脸的郁闷 然后躺在地上 双目湿神的望着天空 瞧得他这副生无可恋般的模样 即便知晓他在故意为之 但洛梨还是忍不住的有些玩耳 然后又有点微微的心疼 于是他眼波流转 忽然低头 红润小嘴 蜻蜓点水般的掠过牧尘的嘴唇 那瞬间的温凉柔软感 让得牧尘愣了半声 然后伸出舌头 贪婪的舔了舔嘴唇 然后眼神灼灼的 望着洛梨红润小嘴 然而对于他那贪婪的目光 洛梨却是视而不见 若无其事的 捋起飘落下来的长发 在那一旁优雅而坐 望着身旁那纤细的身影 在嗅着从洛梨身上传来的淡淡幽香 牧尘忽然笑了起来 眼中的浴火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宁静之意 他扭了扭身子 将脑袋放在洛梨纤细圆润的玉腿上 双目微逼 自从你离开北苍林院以后 我就在期待着这一刻呢 洛梨叫去微颤 低下头来 望着那张俊逸的年轻脸庞 虽然依旧充满着锐气 但那微逼的眼目 却是陷露着一丝 常人难以发现的疲惫 这令的洛梨忽然比较微酸 如今的牧尘 已是这大千世界中 真正的巅峰强者 声名显赫 万人敬畏 然而谁都不知道 在这个成就之下 他为之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他始终都记得 当年洛天神 从北苍林院带走他时 那个少年望着他离去的身影 是显得多么的落寞 与孤单 那个时候 少年对他来说 终有一天 他会成为那盖世强者 那样就不会再有人 能够从他的身边 将他带走 只是那条路 充满着精词 道路坎坷难行 他会喜欢上牧尘 是因为那个 在陵路中所遇见的少年 总是带着自信的笑容 能够感染着他 让得他也是 生出无限的信心 去面对着 诸多艰难 所以 他一直担心 在那追寻 盖世强者的路上 牧尘会丢失掉 那自信而灿烂的笑容 变得伤痕累累 不复以往 但是 所幸的事并没有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座大陆 惨破不堪 呈现暗红的色彩 即便是隔着遥远的距离 都是隐隐的 有着冲天的惨烈气息生腾 三道流光 周身灵光收敛 现出身形 正是牧尘 青眼镜与洛黎三人 此时 牧尘正略微有些好奇地 望着那座残破大陆 显然对于这传说之中 不朽大地 与天蝎神的决战之地 相当地有兴趣 一旁的青眼镜 脸色凝重地点点头 望向北黄之秋的目光中 充满着忌惮 因为他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这片残破的大陆上 残留着一些极为可怕的气息 那种气息 即便是他这等圣品大宗师 都是感到心悸 以及一种压迫感 可怕的地方呀 牧尘感叹了一声 他紧紧地盯着那暗红的大地 不知为何 随着接近此地 他竟是感觉到 有些心惊肉跳 那是因为他敏锐地 感知到了一种 无法形容的危险气息 那种气息 仅仅只是丝毫 就让得他头皮微微发麻 这里是天蝎神被封印的地方 那种存在即便是被封印 却依旧有着残留气息散发出来 不过所幸是有着不朽大地 所布下的大阵压制 不然的话 这北荒之秋 就算是圣品 都不敢轻易踏足 一捧的青眼镜 看了牧尘一眼 牧尘微微点头 刚欲说话 神色微动 抬头望向远处 那里的猛烈 刚风被撕裂 有着树道光影掠处 周身都是散发着强横的灵力波动 赫然都是天至尊的实力 显然随着时间的临际 接到大千铁的各方巅峰强者 都是在对着这里赶来 远处的那数位天至尊 自然也是察觉到了牧尘三人 目光一扫 接着脸庞上便是有着敬畏之色浮现 远远的抱拳一礼后 就化为流光 对着北荒之秋落去 看来 我在大千世界中也有了一些名声啊 牧尘瞧得他们的背影忍不住一笑 他自然是能够感觉到那几人 对他的那种敬畏 显然后者几人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他们显然是在敬畏敬意 和你哪有多少关系啊 一旁的洛梨乔的牧尘呢 微微小自得的模样 不由的红润小嘴微巧 牧尘一致装作恶狠狠的刮了洛梨一眼 然而后者却是并不怕 反而咯咯一笑 清脆欲耳的娇笑声 倒是惹得牧尘有点心痒痒的 请严谨含笑地望着这对小情侣 打情骂俏 不过尘儿如今的确已有名声 那磨合大陆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现在大千世界的天至尊 谁不知道你这个万古不朽身的传人 连磨合天都奈何不得 牧尘哈哈一笑 他倒不是在乎这些名声 只是想要与洛梨逗逗去罢了 走吧 我们也下去吧 牧尘挥了挥手 然后带头对着那北荒之秋落去 而在接近其上空时 他的身形方才微微一顿 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这北荒之秋的虚空中 竟然是散发着一种令他感到恐惧的压迫感 那种感觉仿佛只要他心生邪念 就会有着一股无边力量 将他彻底抹杀一般 小心 这是不朽大帝所留下的封印阵 请严谨凝重的声音从身旁传来 说这座封印阵 不仅封印了天邪神 而且还在北荒之秋外 形成了一层防护 任何御外邪族靠近 都将会被封印大阵所抹杀 而我等只需要放松身躯 以灵力护住身躯即可 牧尘文言 周身灵光涌动 护住身躯 再然后便是感觉到那种恐怖的压迫感 迅速的消散 他这才如是重负的松了一口气 好恐怖的力量啊 有着这种防护 那些御外邪族怎么可能赶来到这里啊 御外邪族诡异绝伦 这封印阵的力量虽然可怕 但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可笑去 牧尘点点头 此时他们的身形已是落入着北荒之秋 九天之上 目光俯视下来 然后他便是微微一睁 只见到那残破的大地上 竟是矗立着一座座 以山为墓的孤坟 山坟绵延不断 一直到视线的尽头 这些 都是在那上古大战中 陨落的强者 牧尘也是神色凝肿 能够被葬在此地 必然生前也不是无名之人 如此多的墓 可见在那场上古大战中 大千世界付出了何等惨烈的代价 而这些强者 为了守护大千世界而隐秘 倒也是值得他们这些后人的尊敬 在牧尘感叹间 忽有两道灰光 自远处暴尸而来 熟悉后便是出现在他们的前方 露出身影 乃是两位身着灰袍的中年男子 这两人身躯干手 面无表情 不过自他们体内隐隐间 散发出来的灵力波动来看 这两人竟然也是 灵品天至尊的层次 见过青眼镜大长老 牧尘扶主 罗黎生女 两名灰袍人面色僵硬 对着三人抱了抱拳 生意沙哑 牧尘的目光扫过他们的胸前 那里偷着一座座山木 显得孤寂荒凉 当即目光微闪 知晓了他们的身份 这两人应该就是这 北黄之丘的守墓人 传闻这守墓人乃是 不朽大帝的嫡系 当年不朽大帝陨落后 他们便是留在了北黄之丘 看守封印 要论起实力抵御 恐怕就算是五大古族 都有些比不上这些守墓人 只不过他们谨守规矩 从不踏出北黄之丘半步 如此作为 即便是牧尘都是牺牲一丝敬意 所以面对着两人 牧尘也是客气的抱拳 请随我二人来 那两位守墓人面色依旧默然 只不过当他们的目光略过牧尘时 方才会泛起一丝奇异的波动 不过他们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对着北黄之丘 深处而去 牧尘三人也是立即跟上 重重山姆 自他们的脚下掠过 如此约摸十数分钟后 两位守墓人的速度方才减缓 然后对着下方落去 牧尘目光望向下方 只见得在那大地上 出现了一座巨大无比的黑色广场 黑色广场上树立着一根根巨大的黑色柱子 柱子斑驳 但随着欲发的接近 他瞳孔呼得一缩 因为此时他方才发现 那似乎并非是黑色柱子 而是一座座竖起来的巨大铜棺 这些铜棺 似乎是一颗颗极端的钉子 死死的钉在这黑色广场上 隐隐间 似乎是有着一种诡异的波动散发出来 牧尘目光掠过那些铜棺 脑海中浮现出他们的位置 彼此相连 再然后 一座散发着无边恐怖危能的阵途 便是在其脑海中缓缓地陷露出来 他轻轻地吸了一口冷气 终是明白过来 原来这些铜棺 便是不朽大地所留下的那座封印镇 如此说来的话 那天蝎神应该就被封印在他脚下 这座黑色广场深处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大猪仔 黑色广场 肃穆地矗立在重重山木之间 散发着一种浩大沉重之气 一座座的黑色铜棺树立 静静地矗立在这座巨大的广场上 牧尘三人面色凝重地望着这座广场 特别是青严景 他乃是圣品大宗师 在灵阵上面的造诣 放眼整个大千世界 都是名列前茅 所以他更是能够清楚地感应到 这座广场上那些铜棺 构建了一座何等恐怖的大阵 那种级别的大阵 已经超越了圣品 如此大阵 若是催动 就算是圣品强者也将会被磨灭 青严景感叹着 言语间有着深深的钦佩 当年的不朽大帝 的确是精彩绝业 难怪能够力挽狂澜 将大千世界拯救下来 牧尘微微点头 由此可见 那天蝎神的可怕 连这种等级的封印大阵 都是需要四万九千载 才能将其生命印记尽数地抹除 所以说这个蔑视祸害 绝对不能将其放出来 在他们说话间 那领路的两位挥袍守墓人 亦是暗落身形 对着黑色广场边的一座山头落去 只见到那山顶处 一座黑色的巨殿处立 犹如洪荒巨兽 牧尘三人也是落在了巨殿之前 目光一抬 便是见到了苍锦如囚龙般的三个大字 大千宫 牧尘注视着这座大千宫殿 眼光则是微善 因为他隐隐地感觉到 这座宫殿给他一种危险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如同这座宫殿 宛如火舞一般 这座大千宫殿 乃是一件圣品绝世圣物 乃是大千宫的镇宫之宝 能够遨游虚空 论起微能 足以在大千世界中排进前十 并不逊色我们浮屠古族的祖塔 牧尘闻言 这才恍然 接着暗暗咫舌舌 他可是见识过浮屠古族的祖塔 以及那摩赫古族的摩赫阴阳瓶 所以知晓这种等级的绝世圣物有多可怕 就算是圣品天之尊 都会极为的忌惮 看来这一次 大千宫也是动了真格 将此等宝贝都是搬到了这里 此时的大千宫宫门打开 牧尘与青眼景对视一眼 然后三人便是踏足其中 而当他们步伐刚刚踏入宫门时 他们便是感觉到眼前景象变幻 大殿之内辽阔宽敞 灯火摇曳 在那前方出现了一圈圈的石座 石座成环形 然后依次往下 类似角斗场一般 只不过越是往下 座位越是少 而且石座的颜色 也是从灰色变成银色 更厚是金色 那待遇区分 自然是明显得很 显然 越是处于下方 身份等级也就越高 而如今 在这些石座之上 皆是有着诸多身影 静静盘坐 周身涌动着极为强大的灵力波动 显然 在座者 无一不是天之尊 只不过 如今这些在大千世界中 足以称兄道祖的天之尊们 在这大千宫内 却是变得普普通通 皆是收敛了平日里的傲然之气 牧尘的目光 没有在其他那些位置停留 而是直接看下了 最下方那一圈金色的石座 直接在那里 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端然而左 那般模样 自然便是大千宫的 朱魔王 秦天 清眼镜大长老 穆王 洛黎圣女 未曾远迎 还望莫怪 当牧尘三人 踏入大千宫时 秦天便是有所感应 牧尘清眼镜 洛黎 也是对着这位 文明大千世界的 朱魔王 点头一礼 三位 请入金席吧 秦天微笑着 指了指身旁那些金色席位 此言一出 大地内微微骚动 诸多的目光投射而来 眼带莫名之色 这座石座的位置 看似简单 但从某种程度而言 代表着自身在大千世界中 所拥有的身份地位 按照规则 普通石座 乃是灵品天至尊之位 而银色石座 便是先品天至尊 至于那些金座 则是唯有圣品 或者顶尖超级势力之主 方才有资格入席 牧尘三人 清严静 乃是圣品大宗师 更是浮屠古族大长老 自然有资格入席 而洛黎身批 太陵古族圣女之一 伟同族长 代表着太陵古族 当然也有这个资格 倒是牧尘 虽说创立的幕府 如今称霸天罗大陆 但毕竟底蕴尚浅 之前虽说在 磨合古族大闹一场 传得颇开 但今日在场的不少人 都是笔官多年 未小事事 所以听得他 也是能够 位列惊喜 倒是有些惊议 秦天桥的大殿内的骚斗 则是淡淡一笑 诸位莫有疑虑 牧尘不仅是幕府之主 而且更是我大千功的诸魔王 论其实力 他足以媲美圣品中期 更何况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万古不朽身的第二任主人 所以他有着足够的资格 位列惊喜 此言一出 大殿内便是有些滴滴的哗然声 那些刚刚出关的诸多天之尊 都是惊奇不已的盯着牧尘 显然也是被这长长的 遗留头衔所镇静 没想到百年未出面 这大殿世界便是出了如此人物 真是后生可畏呀 一些年岁偏老的天之尊 皆是暗暗感叹 对于那些惊叹声 牧尘倒是神色没有太多的波动 他让青岩镜走前 然后他与洛梨紧随其后 迈过了重重截梯 直入金席 不过 在他刚刚踏入金席最外一圈时 牧尘的脚步忽然顿了顿 因为看见了一道 有些熟悉的身影 而那人也是察觉到他的目光 当即身去危疆 西天战皇 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竟然也突破到了圣品 真是别来无恙啊 牧尘望着那道盘坐 于金色石座上的身影 似笑非笑 因为这道身影 赫然便是当年 曾与牧尘有过一段恩怨的 西天战皇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大猪仔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 头驼渊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九百五十九集 那时候 西天战皇 仕途纳 落离为圣女 引发了 与牧尘之间的恩怨 后来牧尘 请出了盐帝 更是从西天大陆的手中 夺了一个 大陆之子的名额 只不过当年的西天战皇 停留在先品 后期多年 没想到如今见面时 却是突破到了 圣品初期 听到牧尘的声音 西天战皇的面色 也是微轻 有些尴尬 欲难堪 当年的牧尘 在他眼中 犹如蝼蚁 根本就未曾在意过一眼 然而谁能够想到 这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 当年那个 刚刚踏入地之尊的小子 竟然便是踏足了圣品 而且 还在大千世界中 闯下了如此威名 虽然现在的他 突破到了圣品初期 但却知晓 即便是如今的他 都不一定是牧尘的对手 毕竟磨合古族中的事 他可是知晓得清清楚楚 连磨合天都奈何不了牧尘 更何况他这圣品初期呢 所以 想起当年的恩怨 即便是他这西天展皇 都是有点坐立不安 灭色阴晴不定 牧尘瞧了他一眼 淡淡一笑 当年我们虽然有恩怨 但后来也算是解决了 洛神族在西天大陆这些年 也没见你暗中使什么绊子 还算是有些风度 我自然也不会再找你麻烦 说完 他便走入席尾 在那靠近秦天的金色席尾中 入座了下来 西天展皇瞧得他的背影 倒是咬了咬牙 但最终还是无奈摇了摇头 如今的牧尘 的确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蝼蚁 容不得他不重视 当年的恩怨 能够各自放下自然是最好 牧尘入了席 也是盘坐下来 双目微比 不再理会主动目光 而在之后 又是陆陆续续有着 众多天之宗赶来 皆是入席 在这之中 太陵古族 黑天古族 以及摩合古族 皆是到来 入了金席 摩合古族来的自然 便是摩合天 他瞧的牧尘 面色也是颇为的难看 但也知晓 这里不是解决私愿的地方 只能对着秦天抱了抱拳 便是坐下 牧尘同样没理会这摩合天 倒是 柔有兴致的看了一眼 一座金席上 那里是一位 赤着胳膊的壮汉 壮汉浑身仓皇 青筋犹如龙一般 散发着恐怖的波动 牧尘 会对他有所兴趣 乃是因为此人 便是那 第五大古族的族长 荒古族 荒球 传闻 这荒古族 精修肉身 而在牧尘的感应中 这荒球的肉身 也的确是如他一般 达到了生贫程度 强悍无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殿内的师座上 盘族的身影越来越多 那等阵势 看到牧尘都暗暗心惊 要知道 在座的这些人 每一个 都是大千世界中的 一方八主 如今尽数汇聚 的确是有着 搅动乾坤之势 在牧尘感叹着 大殿之内的 阵容之强悍时 忽然心肾移动 感觉到了一缕缕的 黑风凭空的出现 然后缠绕着 落在了晴天身旁的 一道金座之声 黑风散去时 只见了一位 黑袍白发的老人 低垂着眼目 有如昏睡般的 坐在那里 这老人 周身散发着 一种耻目之气 仿佛随时 都将会 熄灭生命之火 但就是那 摇摇欲坠的姿态下 却是散发着 一种 无法形容的 恐怖威雅 感受着那种威严 就算是 牧尘心头 都是一灵 而当诸魔王 秦天望着 这黑袍老人时 面色都是肃然起来 秦天 见过 不死老前辈 大殿内 微微哗然 一道道 敬畏的目光 都是投射过来 显然 这位老人 就是镇守 北荒之秋 那只守墓人的 统领 神秘莫测的 不死之主 而就在 众人敬畏的 望着老人时 忽然有着 清澈的 剑鸣之声 向彻虚空 所有人 都是见到一道 青色剑光 仿佛破空而来 最后落在了 黑袍老人身旁的 金色席位上 青色剑光 散去时 一席青山 来人盘坐 双膝上 一道 清风长剑 静静平放 他抬起头来 冲着在场 众人 微微一笑 剑鱼青山 来迟一步 还望诸位 莫怪 他声音一落 大殿内再度 哗然响起 一道道 目光更显敬畏 因为眼前之人 正是在这 大前世界中 与炎帝 吴祖 朱魔王 不死之主 等人 齐名的 巅峰强者 剑鱼 青山剑胜 牧尘望着 那坐于 不死之主 身旁的 一席青山 目光微闪 眼神显得 有一丝凝重 眼前这一位 可也是大前世界 闻名多年的 巅峰强者 并不逊色 炎帝无足 如此一来 这大殿内 圣品后期的存在 也是有了三位 五大古族的族长 或大长老 虽然都是圣品中期 但借助族内的 镇族圣物 也是不逊色于 圣品后期 再加上 数位隐世不出的 老妖怪 此次也是被 大千铁请了出来 加起来的话 也是能够媲美 两三位的 圣品后期 所以 此时 这座大殿内 几乎是汇聚了 大千世界 将近一半的 巅峰力量 阵容 堪称是恐怖 青山雄 既然也到了 那我们这 大千盟约 就可以开始了 擎天 见到这 青山剑圣来到 则是微微一笑 说着他目光 骚拾开来 声音低沉 本来 眼底 无足 两位也会驾离 可 域外邪族 忽然进攻 无尽火域 与武镜 两位需要坐镇 暂时 无法脱身 此言一出 大殿内 便是微微骚动 诸多天之尊 神色凝重 看来 域外邪族 真是要对 北黄之秋出手啊 不然的话 不会倾尽全力地 拖出眼底与无阻 青山剑圣 轻叹一声 然而那双目之中 确实有着一抹寒光浮现 那抹寒光 锋锐无皮 在其身旁 一头白发 满身目气的 不思之主 那低垂的眼目 也是抬起 沟河纵横的脸庞上 确实在此时 散发出森然之气 我守牧人一族 镇守北黄之秋 四万八千载 只待这一次的大殿 盟约完成 便可圆满 那域外邪族 若是想要破坏 那我守牧一族 自等与他们 好好的斗上一场 当其说话时 周身空间 都是在剧烈地颤抖着 那一丝丝森寒的杀意 引的不少天之尊 都是微微变色 这不死之主 镇守北黄之秋 素来不沾世事 可一旦有什么东西 触及到了他们的底线 那就是一个个疯子 秦天也是点了点头 若是域外邪族 真敢来犯 我等自然 不会让他们得逞 不管如何 只要封尹大阵 再运转一次 便可将那天邪神的 生命印记 尽数地没除 那时 我大前世界方可 享受安宁 不惧那域外邪族 自当如此 大殿之中 众多天之尊 皆是尘生 诸多古籍中 都已明确地表明了 那天邪神的可怕 若是让其逃出来 大前世界无数生灵 将会陷入劫难之中 这时候 谁都无法幸免于呢 域外邪族虽然有所图谋 但是也没那么容易得逞 这北荒之秋被不朽大帝 所布置的大千化魔阵 所笼罩 一旦域外邪族接济 就会形成防护 即便是天魔帝后期的势力 也难以将其破坏 而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时间内 催动风意 将那天邪神抹杀便是 秦天望着众人 声音雄混 众人皆是点头 全凭秦王吩咐 秦天不仅是大千公诸魔王 而且还是这一任的大千公公主 而大千公的使命 便是在大千世界面临危难时 召集所有的力量 共抗强敌 那就有劳诸位了 秦天也是面色肃然 对着在座的众人皆是抱拳 秦天前辈 我们何时动手啊 大千化魔阵千载一循环 如今上还有几个时辰 带的循环圆满 便可重新注入力量 将其催动 牧尘微微点头 便是不再多说 准备双目微眯 等待时机 不过在此时 他的眼神忽然一动 却是瞧得那位黑袍白发的不死之主 一直盯着他看 让他有些莫名 这位小友 不死之主盯着牧尘 那布满着沟河 原本显得有些森然的苍老面旁 似乎是在此时攀爬上的一些罕见的柔和之色 老前辅 老前辈 称我牧尘即可 这不死之主 资历极高 连秦天都要叫一声老前辈 他自然也是保持了一份尊敬 小友 听闻你获得了万古不朽身认主 不知可否让老夫见上一见呀 牧尘文言 微微犹豫 便是点了点头 心念一动 背后有着琉璃光芒散发 只见的那琉璃光种 一道琉璃身影静静盘足 虽然并无动作 但却是散发着万古岁月之气 仿佛不朽不灭 一股神异的力量悄然的荡漾在大殿内 大殿内 所有的目光都是凝聚在了牧尘身后 他们望着那道古老的琉璃身影 都是眼露惊叹之色 毕竟这万古不朽身 自从上古大战之后 便是再未曾显过世界 没有那磨合天 夜神有些阴沉 满脸的不甘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大主宰 由头驼渊为您播讲 不思之主的目光 紧紧的盯着那道琉璃身影 脸庞上的沟壳 仿佛都是松缓开来 眼中流露出灭怀之色 没想到 老夫也有见到万古不朽神的一天 说着他对牧尘微微弯身 瞧得他这动作 牧尘倒是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 毕竟以这不思之主的资历 以及身份 整个大前世纪 恐怕都找不出谁能够让他弯身行礼 老前辈 都是折煞小子了 当年不朽大帝 曾留下过一命 若是万古不朽神的新主出现时 我守牧人一族 则将会以其为主 听其号令 此言一出 大殿内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惊 甚至就连擒天 青山剑圣 都是微微动容的开向牧尘 要知道这守牧人一族 乃是当年不朽大帝的嫡系 对不朽大帝无比的忠诚 奉为神明 而且 他们拥有着不朽大帝 遗留的传承 所以这数万载下来 也是拥有了极强的势力 堪称是大千世界 不可获取的重要力量 若是这守牧人一族 奉牧尘为主的话 那牧尘麾下的力量 恐怕就真的是能够 挤身大千世界潜力 比起五大古族 都是只强不入 大殿内 众多目光震撼 而那摩合天 则是嘴角抽搐 眼中有着京剧之色浮现 若牧尘真的有了这股助力 就算不倚仗浮屠骨族 都能够稳稳地压住 他们摩合骨族 这让得他震惊之余 又是有些恼火 原本 这种机缘 应该是属于 他们摩合骨族的 可现在 却是全部落到了牧尘头上去 还有那西天战皇 也是满脸的动容 接着暗子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与牧尘没有搞得不死不休 这小子如今大气已成 未来必然会问鼎大千世界之爹 保不准又是一个无足 牧尘对此同样也是有些震惊 他显然没想到 不朽大帝竟然还有如此一道移民 不过 在震惊了片刻后 他也是恢复了平静 老前辈 倒是太看重小子了 守牧人一族 镇守北荒之秋 令人钦佩 晚辈可没有这资格来指手画脚 所以这为主之话 老前辈 则不用过于当真 一切以守护大千世界 安宁为重即可 守牧人一族的实力 毋庸置疑 谁都会眼红 但牧尘却并不蠢 正因为 其实力太强 就算有着不朽大帝的遗命 他怕也是难以真的掌控 强行自诩为主 反而会引起反弹 不死之主闻言 似是微微笑了笑 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自然也是明白牧尘的担忧 现在的牧尘 想要真的成为守牧人之主 还略微有些不够 但若是有朝一日 他能够达到不朽大帝的高度 守牧人一族 才会心悦成福的 奉其为主 大殿内 随着不死之主 不再说话 也是恢复了安静 不过 不守到目光 再度掠过牧尘时 都是多了一丝敬畏 在这种安静中 三个时辰的时间 迅速而过 而带的那最后一息的时间流逝时 这座北荒之秋 残破的大帝 忽然犹如地龙翻滚一般 猛烈的一阵 大地震动 那大地的深处似乎是有着一道咆哮声响扯 那道咆哮声蕴含着无穷的毁灭之力 犹如能够改天换日 扭转乾坤 黑色广场上 那些倒数的铜冠 也是在此时震动起来 一道道灵力光红 自其中暴射而出 迅速的彼此相连 短短熟悉 只见到这北荒之秋的上空 便是形成了一座森然 古老的大阵 大阵仿佛是有着繁音阵阵 无穷的力量镇压下来 将那翻滚的大地平复下来 大前宫内 秦天在此时豁然起身 他的面目冰冷 衣袍烈烈作响 有着强悍的威雅 自其体内席卷开来 笼罩天地 诸位 时辰已到 准备运转大战 磨灭那天蟹神 最后的神秘印记 大殿内 所有天日尊 眼中都是蹦射出森森寒光 低沉的声音 响彻而起 我等 领命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 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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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收听